望线,被线线一聊拨就投降,夫人,将军回来了。 魏英正写着信,听到温宁的通报激动地手一抖,放下了笔冲出去。 蓝望鸡从马车上走下来,他还是三年前的模样,偏偏白衣,蓝室抹额,举手台族,都是哑正。 只是,这次归来的他却没有看向为他飞奔而来的魏英,而是转身看向了马车。 车帘再次掀开了,从里面探出一个娇小柔弱的个儿来。 阿瑶,小心,魏英愣在了原地,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刺眼地让他睁不开眼睛。 他眨了好几下眼睛,终于确定他没有看错。 跟在他身后过来的温宁也定住了,表情里全是震惊。 这就是将军夫人啊,长得这般好看,将军有福了。 那根比魏英矮一截,不过抬起头说话,傲气却一点都不减。 魏英觉得胸口间翻江倒海,竟然有些想吐。 而蓝忘机看他时,眼睛亮了一下,可又马上退了一步。 夫人,他朝魏英做了一个一,却是十分生分的样子。 这是阿瑶,为夫在路上所救,因为他无处可去,所以,魏英没说话。 蓝忘机竟也没在意他越来越苍白的脸色,还把那根揽在怀中。 所以为夫想给他一个名分留在府中。 东里小住,我的还空着,可否,将军自便吧。 魏英不想继续在此,看着两个人亲密,转身要离开,却被蓝忘机抓住了。 晚上我会去夫人那里。 她的手劲真大,魏英甩开了那只手。 她没有回头,不过某种不一样的东西,让她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起来。 夫人,等等我。 温宁赶紧跟上她,而蓝忘机和跟她一起的哥儿却在原地看了魏英好一会儿。 夫人,将军怎么忽然就变心了呢? 她不是一向只喜欢夫人一个人的吗? 我记得以前,闭嘴。 温宁叙叙叨叨,魏英打断了她。 去准备将军最喜欢的香菜点心,还有我平时吃的榴莲小酥。 温宁出去了,魏英翻出几个月前收到的蓝忘机的信,就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两遍三遍。 夫人,蓝忘机来了。 她站在屋外轻轻地敲了敲门。 魏英抹了抹眼泪,走过去,把门打开来。 夫人这是哭过了。 魏英没有回答,只是退进里面,把她让进来。 夫人是不是生气我带阿瑶回来之事啊? 她在战乱中失了亲人,我只是可怜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如今除了我没有其他人可依靠了。 我让她住在东里小住,做个妾室。 也就是收留她,让她衣食无忧而已,绝对不会撼动夫人在我心中和在蓝家的位置。 蓝忘机表情诚恳,同时还带着对那个哥的一点惋惜。 魏英看了自己身边的阿里一眼,却见阿里满脸的愤怒,好像比自己还生气。 去给将军泡一杯茉莉香片吧,我今天想喝西湖龙井。 是。 阿里退下了,屋中只剩下魏英和蓝忘机两个人。 蓝忘机走到魏英跟前来,魏英听了她说了那么多,脸上竟是一点多余的表情都没有。 将军回来还未吃东西,我让阿宁给你准备了些点心。 温宁还真的就这会儿来了,香菜点心摆上来。 蓝忘机取了一个放入口中,可喜欢。 魏英又给她递了一个。 喜欢,夫人准备的,我自然喜欢。 蓝忘机吃得很香的样子,魏英一口就咬在了榴莲酥饼上。 好了,吃那么多点心太干了。 这是将军喜欢的茉莉香片,快点喝几口。 魏英这会儿一点不高兴的样子都没有了。 蓝忘机刚才还有些拘谨愧疚的模样,现在完全放松下来了。 夫人,夜色不早了。 我们,她看了看温宁和阿里,想让二人退下去。 可是魏英没点头,这一左一右两个随从,却一点也没有要出去的模样。 直到魏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朝二人点了点头,二人才终于不情不愿地往外走。 然而,蓝忘机的门还没关紧,一个急匆匆的下人跑了过来。 将军,将军,东里小住那边的孟公子,孟公子怎么了? 蓝忘机还在询问,魏英一脚把她踢了出去。 夫人,蓝忘机回过神来,魏英已经关紧了门。 她欲推门而入,却听里面的魏英对她说,那个孟公子初开蓝室,怕是不太习惯,将军还是过去看一看吧。 不过,虽说将军有意奈她为妾,但这礼数都还没到位。 蓝室向来以雅正为重,将军可别一时忍不住在那边留了朽,毁了将军的情情欲。 蓝忘机听魏英说的在里,颇感动魏英的懂事和提醒, 面上露出一些喜色。 郑宇在和魏英说些什么,来得吓人,却是催促起来。 快去吧,魏英原来是如此大度之人,她本想留于魏英这边。 不过魏英不开门,那孟瑶也确实是她喜欢之人,她愁愁了一下,还是抬了脚走了。 夫人为什么让将军去呀? 这不就正合了那个插足者的意? 阿里一见蓝忘机离开就跑回来,温宁也是根本没有离开。 魏英却又是取出了那一箱子,她收得整整齐齐的信件来。 三年间,她和蓝忘机互通了数百封信,差不多每个月都至少有一封。 不论蓝忘机身处何地,哪怕条件困难,她都从来都不落下给她写信。 蓝湛的最后一封信是九月份收到的。 如今年节将至,我有三个月没有收到她的信了。 她的表情有些复杂,好像在隐忍着什么。 温宁有些不解地凑过来。 夫人一直看这些信做什么? 将军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魏英没回应她,目光落在蓝忘机最后一封,信上。 最后一战,战心中有忧。 前方地形诡异,多瘴气,多毒虫。 得胜不难,却恐入谷容易出谷难。 燃金追敌至此,退必败,只能向前。 往后行于其中不得出,约三四个月不能去信。 现莫急,安心,等战归。 三四个月不得出。 魏英喃喃自语,温宁收拾点心,忽然又惊讶起来。 咦,我给将军准备的酱怎么都没动呢? 将军吃那香菜点心,必是裹上厚厚一层酱汁的。 今日怎么点心都吃完了,这么还满着。 阿黎凑过去了,又想起来今天自己泡的茶来。 将军之前是不喝茉莉香片的,说那不是真正的茶。 魏英没解释什么,只是让阿黎留下来,温宁去找私锥。 记得,要让私锥偷偷地过来,别让其他人瞧见。 是。 温宁轻手轻脚地出去了,阿黎赶紧关上了门。 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回来的将军是假的。 魏英点了点头,眼睛忽然红起来。 不知道真的蓝湛,他去哪了? 他从刚开始就已经心神不宁,痛苦不堪了。 可是为了试探那个人,他努力地保持冷静, 可是这会儿确实要忍不住了。 三年了,他已去三年。 明明说是大劫,却,阿黎是从小侍奉在他身边的人, 对他最是亲近,一看他伤心,马上也跟着磨其泪来。 不过软弱只是一瞬的,蓝丝锥一来,魏英马上又是冷静模样。 丝锥一直跟在将军身边,辛苦了。 夫人多礼了,我本就是将军的副将,将军待我如手足, 我自当为将军安前马后。 蓝丝锥是魏英和蓝望鸡看着长大的小少年, 他信得过他,只是怕他也还蒙在鼓里。 将军最后一战花了多久时间,你当时可有跟随。 回夫人,当时我和将军并分两路, 本以为将军所走路线艰苦, 至少要几个月才能出来。 不想将军英勇,竟然半个月就跟我们会合了, 还带了那个蓝丝锥面露难色。 魏英猜到了他不想让自己伤心的心意, 但还是平静地追问他。 嗯,那个什么? 那个孟公子,说是孟公子给他带的路, 所以才能提早出来。 后来,后来将军就蓝丝锥不说话了, 魏英也没心情听那些混事。 只是想,若那人不是蓝湛, 却那他顶着那张脸,跟别人亲亲热热, 那他真的好想亲手宰了他。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个人不是真的蓝湛, 魏英也觉得自己不可能感觉错。 他的蓝湛手劲很大, 但不论什么时候牵自己, 都是温柔小心。 他更不曾在房中换自己做夫人。 所以这个假冒的人是谁呢? 他想做什么? 他把真的蓝湛怎么样了? 蓝湛他在哪? 有没有事? 魏英头好大,挥了挥手让蓝丝追下去, 又忽然把蓝丝追叫回来。 将军这三年可曾和军中什么人发生过争执? 还有,这次蓝湛除了你, 还有几个人是随军一起去的。 将军,前面果然都是人为设置的陷阱。 还好您发现得早, 不然咱们这些人都要被葬送在这里了。 蓝旺鸡拾起来地上的断剑, 陷入了沉思。 方才经过溪流, 其中有不少石子。 每个人去捡伤几个, 这段路只能一一小心试过才过去了。 锦衣, 我上次教过你如何认草药。 你先带几个人去多收集一些。 恐有人受伤, 多被歇药可以用于不时之需。 蓝旺鸡用抹额末端记着日期, 如今已经过四个月了。 还好这密林中虽然险恶, 可以食用的东西却不少。 他带的这一小队人马, 一个也没有少。 只是另一队他派去探路的人, 却在三个月前从队伍分出去以后, 就一直没有再出现过。 若是还在林中, 他们很难不相遇。 因为他们行过来, 也就发现这么一条路海上有通过的可能。 可是, 他们既没有看到那对人落难留下的痕迹, 也没有找到他们活着的身影。 所以, 他们去哪了? 凭空消失了? 又或许, 蓝忘机捏着手中的箭头又捏了捏。 上面包裹的泥土脱落下来。 将军, 这不是我们蓝师才有的箭吗? 蓝忘机默然, 拿着箭的手紧握下去。 我们得加快速度找到出路。 蓝师追把跟随者的名单都写了出来。 有一部分是和她一起回来的人, 一部分是这三年中已经捐躯的。 还有几个是跟随蓝忘机打了最后一战, 冲进密林失踪了的人。 卫英的视线落在了最后几个名字。 锦衣也没回来。 是。 司追与锦衣一同长大, 感情深厚。 卫英如此一问, 司追的眼圈也红了。 不过卫英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另一个名字上。 好了, 下去吧。 别让人知道你来过, 包括那个将军。 那个将军。 蓝司追看卫英脸色极差, 不敢继续打扰, 赶紧就听从卫英的话退下了。 蓝忘机跟她说过, 夫人的话就是她的话, 如果是她和夫人两个人意见不合, 那先听夫人的。 夫人总是不会错。 蓝司追觉得有些好笑, 不过, 她已经习惯了先听夫人的。 孟瑶见蓝忘机过来吃惊了一下, 不过还是马上换上笑脸迎上去。 将军这边孟瑶笑容甜美, 满眼都是对自己的仰慕。 那边将军夫人 虽也是温和体贴, 识大体。 不过到底还是让她觉得 莫名地有一种压迫, 好像下一刻 就要把自己的伪装揭穿。 贾兰忘机牵了一下孟瑶的手, 她喜欢孟瑶仰慕自己, 把自己当成大英雄一般的眼神。 不过她也记得卫英的话, 蓝家人妖雅正。 她本就是蓝家人, 自然知道蓝家人雅正为重。 她也很了解蓝忘机, 不然不可能三个月了, 还没人发现她是假的。 她关心了一下孟瑶, 询问她对新居的感受。 孟瑶一副感恩的模样, 又让她再次多出了几分飘飘然来。 我夫人懂事大度, 只要阿瑶好好表现,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便可以以那阿瑶为妾。 将军夫人真是那样说吗? 没想到将军这般英雾, 还是巨内的。 她抛媚眼的样子, 真是让人心痒痒。 贾兰旺姬对卫英有一丝惧怕, 对这个与自己共处了两个多月的孟瑶, 却是放松了许多。 她一下把人拉入了怀中。 咳咳咳。 不知什么时候, 卫英身边的阿离 出现在了东里小柱的门口。 贾兰旺姬吓了一跳, 赶紧和孟瑶拉开了距离。 你怎么来了? 阿离听从夫人吩咐, 来给这位孟公子送一些郁寒的手炉, 炭火。 夫人说, 将军今日才回来也累了。 她让温宁给将军备了新的被褥, 让将军去兰一宣写着。 阿离是卫英身边的人, 贾兰旺姬怕卫英顺带着 也有点不敢惹她身边的人。 毕竟, 卫英可能是最有可能识破她的人。 只有稳住卫英, 她才可能真的用这个身份待下来。 而真正的蓝旺姬, 应该早就死在她事先布置的陷阱里了吧。 哦, 好, 有劳阿离了。 她点头与孟瑶作别, 孟瑶马上乖巧懂事地 给她披上了披风。 还真是狼情惬意, 阿离翻了个白眼, 就放下了东西, 看着蓝旺姬往小轩方向走去, 才回了身。 夫人, 那冒牌货果然是原来就住在本家的人, 我以为她会请个人带路去小轩, 结果她直接自己走过去了。 卫英抿了名嘴, 把那个名字圈出来。 苏舍, 阿离真是惊叹自家夫人 在这短短的一晚上时间 就把这冒牌货的身份给锁定了。 可是, 既然夫人已经确定了, 为什么不直接把她揪出来呢? 卫英垂下眼眸, 摇了摇头。 苏舍确实是有野心之人, 可是仅一个随逝 不可能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 陷害将军在先 还如此顺利地回到京城来。 她可是应该入宫赴命, 述职才回家的。 所以, 夫人的意思是, 卫英对阿离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烧了丝锥写下的那张名单。 此事先不要声张。 时候不早了, 我也乏了, 你先退下去吧。 阿离退下了, 可卫英如何真的睡得下去? 她熄灭了屋中的灯盏, 坐在黑暗中。 我每日都会想着阿县, 想着阿县我就有用不完的力量。 此战艰难, 但也不是毫无胜算。 我对自己有信心, 阿县可对我有信心。 我夫君自然是最厉害的, 我不对你有信心, 对谁有信心啊? 嗯, 明日就出发了, 我要让阿县每一处都记得我。 说什么魂话, 自然是, 啊, 卫英被拉入深海中, 无法自控的起伏。 蓝忘机的影子, 在脑中交叠闪现。 她大汗淋漓的样子, 她勾唇坏笑的样子, 她眯着眼, 温柔浅犬看着自己的样子。 她像一只猎豹盯着自己, 从下往上舔尸的样子。 蓝湛, 卫英抱着自己的身体, 仿佛蓝忘机就在自己身边。 可眼睛一睁, 黑暗的房间里却还是只有她一人。 她又落泪了。 等待的三年, 她一次眼泪都没有流, 就是蓝忘机离开那日, 她也是被她抱着躲在披风里, 搂了她半日, 最后不得不被放下来时, 嘟着嘴巴跟她说了一句等君归。 魏英她是担心的, 但同时她也相信蓝忘机。 她一定会回来, 而自己在这边还有事要做。 擦干了眼泪, 魏英抱着自蓝忘机的衣物睡在了角落中, 每一夜她都抱着那一件, 蓝忘机出征前夜穿的那一件。 将军, 大部分陷阱都被我们拆了, 我们应该快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嗯, 不要掉以轻心。 蓝忘机手中握着一个骨头小坠, 是魏英之前亲自课语她的。 她把她戴在脖子上, 每次思考, 每次想念, 每次忧虑时, 就会取出来放在唇边, 好似在亲吻她的魏英。 我才不担心你呢, 你这么厉害, 什么事解决不了啊? 对不对, 你一定会回来陪我去逛大街, 吃小食。 千街那边的烧鸡, 我馋好久了, 本来想过几日让你陪我去吃, 现在又要退后了。 你不许让我等太久哦。 她的小馋猫, 不知道自己去尝了拿烧鸡没有, 大概还在等着自己一起去。 她的心中暖暖, 想起过几日便是年节了。 而争月末就是魏英的生辰。 将军, 您去睡一会吧, 换我来守夜。 景仪过来, 给她披上一条脏兮兮的披风, 蓝忘机冲她点了点头。 走进他们临时用草木搭起的营帐里, 阿瑶来给夫人请安。 孟瑶的举止得体大方, 但似乎又多了那么一点微不可查的刻意。 魏英静静地看着她, 从她的身上找到了藏得极深的野心。 孟公子多礼了。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 孟公子是我们将军府的客人, 应该是我要接待孟公子才是。 我怎么担得起公子的请安呢? 昨夜在冬里小住住得可好。 年节将至, 这天又是冷了许多。 魏英望向窗外, 便看见雪落了下来。 她的蓝湛还在外面挨冷受冻, 也不知道吃饱了没有。 她抿了抿嘴, 眼泪又是藏不住了。 夫人! 孟瑶疑惑, 魏英却是对着她微微地笑了笑。 哎呀, 就是想到这三年, 将军都离家在外, 战事险峻, 气候恶劣, 定是受了不少苦。 也还好遇到了孟公子这样的贴心人。 她让阿黎去准备茶点。 孟瑶倒是没有隐瞒她与贾兰旺鸡的相遇。 我与将军也是大战结束才遇上的, 当时有人说将军追敌入了账毒林, 我就想着那林子险恶, 不熟悉地形的人怎么出得来。 没想到, 我进去找他们想给他们带路时, 他们却已经出来了。 魏英的眼睛忽然亮起来。 这么说, 孟公子是熟悉那边地形的人。 呃, 是也不是。 我自幼与家母在那附近生活, 经常会去周边挖些药草, 卖了添补家用, 外林的我还算熟悉, 林子深处倒是没进去过。 魏英点了点头, 又盯着孟瑶看了好一会儿, 只把她看得有些局促才开了口。 从孟公子所言听出来, 公子一直在边境处生存。 可我今日见公子, 风度和礼数皆十分好, 即使在兰家也挑不出毛病来, 倒像是出自大使家。 魏英忽然夸起孟瑶来, 孟瑶直接脸红了起来, 她可太想要这样地承认了。 不瞒夫人, 家母本就是京城世家之女, 却因犯了错被家族送到边境。 她一直以世家之礼教育我, 只希望我能回到京城。 魏英了然了, 又是轻轻地焊了焊手。 那还真是难为了。 孟公子是可是随母姓, 这京城里的孟姓世家我倒是知道几个。 不知, 多谢夫人。 孟瑶忽然就对着魏英跪下, 魏英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来。 贾兰望姬来的时候就惊讶地看到 魏英和孟瑶和谐相处的样子。 夫人, 阿瑶, 你们怎么? 将军。 魏英观察着两个人的表情, 孟瑶好像并不知道这个蓝望姬是假的, 而这个假将军也觉得自己演得很好。 将军, 贾兰望姬先给魏英行了礼, 才对孟瑶点了点头。 魏英微妙地勾起了嘴角, 孟公子之书达理, 是难得的妙人呢。 夫人真的如此觉得。 贾兰望姬说不出的惊讶, 她知道兰望姬与夫人恩爱, 一直以为魏英会是她遇到的最大阻碍, 却不料魏英会是这般懂事大度的。 她欢喜之余又更加嫉妒起兰望姬来。 有夫人如此真是兰某之幸啊。 就这。 魏英又笑。 明明是孟公子有理有数惹人喜爱, 将军怎么夸起我来了。 不过今日凯旋宴, 将军可准备好了。 要穿什么衣服, 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要不要我这边打点。 看贾兰望姬穿着平常服饰, 魏英辩知她已经交了兵权。 不只是人甲, 兵服也是伪造的。 贾兰望姬心虚, 自然不敢劳烦魏英。 魏英也懒得废这个心思, 交代了阿里些事就把孟瑶拉出去逛。 入夜, 贾兰望姬喝得醉熏熏地来。 魏英让阿里一桶冷水泼了过去。 哎呀将军, 您喝醉了。 阿里幸灾乐祸, 魏英就让温宁把她抬回小萱去。 看好了, 别让将军离开小萱一步, 她醉得太厉害了。 想来这几日都上不了朝了, 明日再起帮将军告个假。 魏英进房间一会, 便换上了一身紧身束绣的黑色浸妆出来。 简单低调眉慎装饰, 也掩藏不了她的美貌, 她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银色面具, 朝阿里点了点头便出去了。 那轻巧入烟的轻功, 让她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中, 逃过所有人的眼睛。 蓝忘机一行人终于走出了丈独林。 将军, 他们没等我们, 已经全都走了。 原来的营地已经全都拆走了。 寒风一吹, 只有几块破步发出了呼呼啦啦的声音。 没有主帅他们不可能先走, 而且蓝忘机进去之前就跟司追说过估计的时间。 若是司追为首, 那一定会留下来等待。 所以, 这之前应该已经出现了其他的变故。 蓝忘机修整了一下队伍, 分配了一下座棋, 就带着人出发了。 他必须尽快赶回京城, 甚至他只能秘密地回去, 先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县, 蓝忘机在心中默念着家中的人, 只要魏英在, 蓝家应该就还不会出事。 阿县, 这个好吃, 就是再裹点一糖就好了。 一糖? 夫人上次不是还嫌我做得太甜了吗? 怎么今天? 哦, 我是说这个裹点一糖。 哎, 反正我今日就是喜欢吃甜的, 你再帮我多做一些。 今日的魏英有点奇怪, 阿县做了好几叠点心她都还吃不够。 温宁也是也看着她吃得好香好香的样子, 忍不住咽了好几次口水。 而昨夜回来的贾蓝忘机被泼了水, 浮了阿里主的醒酒汤后, 就一直沉沉地睡在小萱中。 孟公子, 将军宿醉未醒, 现在还不宜打扰, 你还是先回去。 孟瑶往小萱内望了望, 窗户只开了一点小缝, 蓝忘机确实是在里面, 只是怎么也没见夫人过来照顾。 将军和夫人不是应该十分恩爱的吗? 这几日, 她在东里小住, 每每都是听到二人相爱的各种家话, 还被蓝府的下人们各种白眼, 唯一好好跟自己说话的倒是只有魏英和将军了。 其实她跟着蓝忘机回京城的目的本也不是赖上蓝忘机, 而是孟瑶没有再多做努力, 给守卫行了个小礼就回去了。 夫人说三日后让她过去找他, 那他便也没有着急做什么, 而是耐心回去等时间了。 夫人, 您怎么来西营了? 西营的将士多认识魏英, 他本是为将军的独子, 常随父亲到营里玩, 从小就五刀弄枪, 其射了得。 自与蓝忘机宇成婚后, 更是天天往西营跑。 蓝忘机爱她, 每天没见人, 嘴上也都要挂着自家夫人。 若是我夫人看了, 定是这样说。 我夫人说, 我家夫人就喜欢, 那比不得我家夫人。 西营的兵, 见到将军夫人, 就像见到将军本人了。 魏英灿烂地向着重将士挥手点头, 然后就进到了蓝忘机平常所在的营帐里。 斯追, 我要见那日从林子里出来的人。 好, 蓝斯追刚要出去, 又被叫回来。 一个一个叫进来, 你在外面守着。 是。 斯追果然带着十几个人过来了, 魏英一个一个地问过去。 他还带了水果点心, 每个进去问话的人都有赏, 他自己也是吃了一大串葡萄, 最后留下来散落下来的几粒。 蓝斯追进来以后, 就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他可是最喜欢吃那个水灵灵的葡萄了, 不过一直舍不得买。 魏英打开石盒, 就取出另一个方盒子来递给斯追, 不许说出去。 对了, 这个人我要带回将军府去, 去给我找个大麻带来。 蓝斯追瞪大了眼睛看了一眼地上的人, 已经是被打晕了的, 然后便看了魏英把盒子盖子打开来。 哇, 满满的一盒子自己喜欢的葡萄。 是, 我马上去找麻带。 孩子抱着木盒子, 跑去找麻带。 当日,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被魏英打晕的人, 就被抓到了将军府的密室里, 一同进去的, 还有这几日被软禁起来的贾兰望鸡。 你们,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贾兰望鸡想都没想过, 自己会被抓起来。 他试图反抗, 却发现自己的身上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看着关上的石门, 他直接瘫坐了下去。 夫人, 您让我三日后过来, 今日刚好是第三日。 孟瑶过来找魏英时, 魏英正在品尝美食。 听到孟瑶的话, 她的大眼珠子转了又转, 最后让孟瑶坐下来陪她吃东西。 我说三日后来, 那你要第四日才对。 孟瑶也转了一圈眼珠子, 原来是自己算错了。 哦, 她有点奇怪, 但是魏英很客气地给她递东西, 好像也没有故意欺负自己的样子。 一顿点心下来, 倒是极为美味和她胃口, 就又乖乖回去了。 到了晚上, 魏英才又让人过来叫她。 原来早上时, 还真是她自己着急了。 孟瑶一进门就给魏英行礼。 魏英拉着她坐下, 就让阿丽去泡茶。 孟公子的事情, 我托人去查了。 这京城孟姓世家有三, 最有名的是定远侯孟家。 还有两个之前也算大世家, 不过现在都落寞了, 都搬到小东城区去了。 各家喜爱的文士事物, 都不太一样, 与孟公子所是信物, 应该是出自定远侯孟家。 孟瑶抬起眼睛, 感激地看向魏英, 魏英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 把阿丽端上来的茶地给她。 十九年前, 孟家送走过一个庶女, 当时孟家嫡女大婚, 嫁入东宫为太子妃, 也就是如今的皇后。 如果没有错的话, 孟公子的母亲 应该就是那个孟家庶女。 孟瑶手抖了一下, 把茶杯放下, 又跪下来。 母亲在一年前就过世了, 关于自己的身世, 她一句也不多说。 只说自己身上流着圣人的血, 一定要回到京城来。 可是, 如今即使母亲的身世 算是明了了, 自己又如何才能回去? 若是孟家本来也不承认母亲, 对自己肯定也是不会接受的。 夫人, 魏英浮起她微微地笑。 你先不用着急, 我既然帮你查了身世, 自然是会继续帮你。 只是你来京城的时日还不多, 我们能查到的东西也不够多。 你且先安下心待在将军府。 至于给将军作妾之事, 孟瑶对将军只是仰慕, 不敢多有心思。 只要夫人不喜欢, 孟瑶什么都不敢想。 魏英又笑, 看着孟瑶也是食尽退之人。 想来想那妾的事不是孟瑶所求, 倒是那个假冒之人, 喜欢上了她。 她不喜蓝忘机的声名被毁, 所以即使是假冒的蓝忘机, 她也不可能让她给蓝家添这个污点。 不过, 现在她也懒得跟那假的浪费时间周旋了。 孟瑶一走, 魏英又换上了一身衣服, 竟是完完全全的模样。 你怎么会在这?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记得我也没说错话, 就是把当时大家看到的情形说了一下, 案里不应该被发现的。 西营被抓进来的小兵头晕晕地醒来, 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打晕带到这边来的。 假农忘机则还没有恢复体力, 浑身无力, 她皱着眉头, 咬牙抿嘴。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发现我的伪装, 两个多月了, 军中也没人发现。 就一个夫人只见了我两三面, 她怎么可能把我看破? 我可是小心在小心了。 那, 那我们怎么办啊? 苏副官, 先别慌, 也许这只是试探。 那将军夫人是很聪明的人, 如果他再问你, 你就还是照原本的话说, 死咬住自己不知道。 贾兰忘机拍打着墙壁, 摸索转动密室中的各个事物, 企图打开石门, 可是一切都无动于衷。 三天后, 石门打开了。 夫人, 从西营带过来的那个兵跪在地上, 贾兰忘机更是面带慌张, 不过沉默了一会, 他又马上改了口。 夫人, 你这是何意啊? 是不是为福哪里让夫人生气了? 夫人要如此教训我。 他见过兰忘机被魏英罚贵, 一直认为兰忘机十分俱内。 所以, 他一方面觉得是魏英在试探, 一方面还天真的以为魏英表面大度, 但到底还是被自己带梦瑶回来的是激怒。 可当他拉住了魏英的衣摆, 魏英却一下扯开被他碰到的衣摆, 还踢了他一脚露出十分嫌弃的表情。 嘖嘖, 真的将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魏英冷冷地看着地上被下了药的甲兰忘机, 然后坐在温宁搬过来的椅子上。 来, 再给你一个机会, 把那天的事说清楚, 我便不追究你的罪责了。 他对上的是一旁跪着的兵, 那小兵已经是吓得手脚都在抖了。 回, 回夫人, 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 那天我们随苏副官一起去探路, 苏副官带我们走了一段, 忽然说有什么事要回去禀报将军, 然后再出来事就是将军了。 将军跟我们说, 他们忽然遇敌, 其他人皆被卷了进去, 已经就不出来。 不过还好, 敌人也都葬身沼泽, 小兵按着和贾兰望机的约定, 又把那天他在营帐里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魏英没什么多余表情, 开着的石门后, 却传来另一个声音。 哼, 知道自己说错什么了吗? 一袭白衣翩然而入, 云蓝抹额配于额心。 兰望机, 贾兰望机定在原处, 惊恐万分。 而那小兵更是瞪大了眼睛,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将军未应起身走到来人身边, 把手搭在他肩上, 却被瞪了一眼, 然后只得兴兴地又把手收回来。 苏傅关进去了, 再出来就变成了将军。 那么多人被卷进去了, 将军连一丝哀痛都没有, 一具敌人也葬身其中, 就开开心心地带你们出来了。 如此漏洞百出的措辞, 你背了几遍了。 他一脚踢在那小兵身上, 然后又看向了地上的贾兰望机。 你是兰望机? 那你看看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贾兰望机疯狂地摇头。 不可能, 你是假的。 夫人, 我才是真的。 你被这个人骗了。 他居然还不想承认。 兰望机冷笑了一声, 又看了身边的魏英一眼。 魏英马上乖巧地朝他笑了一下, 然后跑到贾兰望机身边去。 人皮面具被拆解下来, 贾兰望机的真容完全显露出来, 果然就是魏英所猜的宿舍。 然此时的魏英, 关注的却不是什么宿舍不宿舍的, 而是拿着那个精致的人皮面具研究起来。 这个做得还真是细致呢, 即便是我, 也做不出这么好的面具来。 而且, 不能连续佩戴超过两日。 兰望机又是看了他一眼, 竟是有些无奈。 那就赏给你研究研究, 不过只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必须拿回来当着我的面烧毁。 是是是。 温宁莫名地觉得, 今天的夫人和将军互动不太对劲, 不过又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他发着愣, 兰望机直接给他下了命令, 温宁把他带下去交给私追, 让他军阀处置。 啊! 温宁看向魏英, 魏英还在看着那面具, 被兰望机捅了一下, 马上点了头。 都听咱们将军的, 都听咱们将军的。 温宁把人带下去了, 时事中便只剩下了。 兰望机, 苏舍, 还有专注于面具的魏英。 说吧, 我知道你后面还有人。 没想到, 苏舍还挺有血性, 竟然怎么都不说出幕后之人。 兰望机把沉迷于面具的魏英拉出去, 关回石门。 动作之不客气, 真是让过来在外面伺候的阿黎, 眼睛都要爆出来了。 将军, 您这样拉夫人会痛的。 他要去扶魏英, 却被兰望机拦住了。 你看看我是谁。 扶, 夫人。 兰望机解下面罩, 原来方才, 在里面跟苏舍对峙的兰望机, 竟是魏英所假扮, 而那个还捧着面具的细致琢磨的人, 就是那天晚上, 魏英连夜出去抓回来的一成人偶师薛扬。 我就说将军怎么忽然回来了, 我都不知道。 阿黎撇了撇嘴, 魏英揉了揉自己的脸, 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从薛扬手中扯出那面具正准备销毁, 薛扬月护石一般地扑过来。 祖宗哎, 不能毁。 说不定这个面具大有来头呢。 哦, 魏英转了转眼睛, 被点醒一般。 你的意思是, 薛扬认真地抚摸面具的那里, 眼神闪现出几分光芒。 如此用料, 非千面格做不出来。 而当今的千面格服务于, 魏英的拳头紧握起来, 薛扬知道他已经猜中了, 便没有再说出来。 他向来喜欢研究一些旁门左道的东西, 因为在一城做人偶, 又接各种物件修复的活迹。 所以他对各种材料的出处来源十分敏感。 因他略懂易容面罩之事, 所以魏英便找上了他。 魏英没有销毁那个面具, 而是把他暂时就给了薛扬。 不过留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他又有了新计划。 你们按照正常速度乔装回京, 我又要确认之事先行一步。 锦衣,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暴露身份, 进京回府了也在见过夫人之后才可以显露身份。 是。 蓝忘机趁着夜色先与其他人继续往京城赶。 时间过去太长, 让他无法放心家中之人。 其他人有什么不良居心他不害怕, 可若是, 他不敢继续往后想, 只希望魏英能识破一切阴谋, 在他回去之前保护好自身。 年节已经开始了, 他从每家每户的红灯下奔驰而过, 渐渐地甩下一切, 引入黑暗中。 蓝将军别来无恙啊。 新春赐宴, 众臣其聚长春大殿。 剑王金子勋忽然过来与自己攀谈, 让魏英的心中起了异样。 他现在是蓝忘机的模样, 所以便趁着这身伪装观察与试探, 来与他问候寒暄之人。 不过金子勋会过来找他, 还一副眼神微妙的样子, 还真是让他不太喜欢。 他之前就以皇子的身份冲撞过自己, 试图让自己嫁与他当侧妃。 还好不管蓝氏还是魏氏都是十分有底气的世家, 先一步就让他与蓝忘机结了百年之好。 如今, 虽然他看到的不是自己, 魏英还是觉得全身不适。 恭喜殿下进封亲王, 喜得封号。 贾蓝忘机回来以后, 魏英便十分关注宫中经中的各种动向。 金子勋进封亲王, 封号为尽他自然是有所了解。 只是这时间有些巧, 刚好是贾蓝忘机回来后的几日。 皇帝十分高兴, 金子勋也是春风得意, 饮宴不少。 给蓝忘机也送过帖子, 不过都被他收了。 这还不都仰仗将军相助, 只是将军还真是难请, 本王往将军府送了几次请帖都没回应。 魏英心中的异样更深起来。 相助。 请宴。 蓝忘机可和金子勋没什么交集。 所以, 魏英马上调整了表情, 与金子勋拉近一些距离。 殿下不知, 此次回来, 家中藏了衣, 他眼神流转, 露出一丝脾气。 金子勋马上会议了。 哦, 那还真是看不出来啊。 只是, 将军府那厉害夫人 就能让你如愿。 呵呵, 苏社和谁勾结 已经显现的七八分了。 魏英想, 苏社真是白替金子勋隐瞒了, 这家伙太过自大肤浅了, 根本经不住试探。 只是, 这晋王参与了, 那皇帝是否也知道。 他并不准备就这么收网, 而是想起了家中的梦幺。 圣人之血, 当年的太子, 当今的皇帝, 还真是热闹。 将军夫人确实不可小看, 不过我现在可是他的夫君, 他露出几分嘚瑟, 金子勋马上显出羡慕来。 那还真是妙啊。 什么时候让本王也试试? 魏英想给金子勋一个大巴掌? 不, 一个不够, 至少要把他打成大猪头, 还要再多踩几脚, 让他这辈子都不能忍到。 不过他心里咬牙切齿, 表面上却微带笑意。 若有机会, 我把夫人还有那美人都带给殿下一件。 时处年节, 机会还真是不少。 魏英暗了暗眼神, 脑筋又开始动起来了。 如何让皇帝见到孟瑶呢? 让孟瑶用什么样的姿态见皇帝呢? 老父亲和私生子相见, 应该很有趣吧。 魏英笑, 金子勋忽然觉得苏舍假扮的蓝望鸡莫名的魅惑, 这真是奇怪的感觉。 将军魏英回府时, 薛阳顶着自己的脸迎上来。 阿黎都不给我做点心吃了, 还不让我碰这个, 不让我碰那个魏英无语, 看向阿黎。 阿黎马上就凑过来告状。 夫人, 你是不知道。 他就是一只大老鼠, 一整天都在吃吃吃。 然后看到家里的东西眼里都冒着金光, 摸来摸去的。 好像下一刻就要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扑吃, 魏英忍不住笑。 他此时可还是蓝望鸡的模样, 一下就让阿黎看愣了一下, 因为真的蓝望鸡可基本不在其他人面前笑。 夫, 夫人。 阿黎看着他, 魏英这才开了口。 他喜欢吃就让他吃, 也不用你给他做点心。 温宁, 你去撑些遗糖来, 让夫人吃个够。 至于家里的东西, 阿黎你可以继续帮我盯着。 灵动的表情在蓝望鸡的脸上显现出来, 阿黎真是越来越觉得不适应。 夫人, 您换回来吧。 他说爸便准备去给魏英安排沐浴更衣的事物, 不料孟瑶却过来了。 夫人, 孟公子来了, 让他进来吧。 魏英把做得歪歪扭扭的薛阳拉到身边来。 将军, 薛阳又来了, 顶着自己的脸如此, 魏英真是想揍他。 不过, 孟瑶已经进来了, 给将军和夫人请安。 阿瑶怎么来了? 魏英所办的蓝望鸡 比苏舍所办的蓝望鸡 多了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气度。 眼神流转间, 更是又一种魏英本身的灵。 孟瑶不知不觉就脸红了。 阿瑶本是找夫人说说话, 没想到将军也在, 阿瑶还是改日再来吧。 嗯, 改日再来吧。 薛阳忽然插嘴, 魏英被噎了一下。 她现在是蓝望鸡,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轻轻地低头微头, 表示夫人做主。 孟瑶却忍不住, 目光在她身上转了好几圈。 那, 阿瑶还是在来找夫人。 孟瑶往后退了几步, 转过身去。 魏英捅了薛阳一下。 明日, 明日, 她对着薛阳做着口行, 薛阳反应过来。 明日, 薛阳大呼, 吓了众人一跳, 也包括孟瑶。 夫人, 阿瑶明日再过来。 是, 孟瑶退下了, 只是怎么夫人也叫自己阿瑶了。 她也是极为机敏的人, 虽然只有几句话的功夫, 便感觉出了魏英和蓝望鸡的一样。 不过, 今日的将军好像给了她很不一样的感觉。 她的脸又红了起来。 阿瑶, 我快回来了。 阿瑶, 蓝望鸡抱在马脖子上奔跑, 忽然双眼一黑, 跌下了马背。 后一日, 魏英今日没有扮作蓝望鸡, 而是自己本来的模样。 薛阳套了套从宿舍那边得来的头套, 转过来笑了一下, 被阿离瞪了好几眼。 夫人, 今天真的要让她扮将军吗? 你瞧她笑嘻嘻的样子, 看得我心里发毛。 魏英看过去, 薛阳顶着蓝望鸡的脸笑嘻嘻, 还真是, 拆下来, 不许戴。 她走过去, 亲自收了那面罩, 然后就给薛阳塞了一把糖。 我帮你问签面格的事, 到时候给你要点有用的材料。 薛阳眼里发光, 握着那把糖纸点头, 魏英又把那面罩扔给了她, 还从她手里拿回了一颗糖, 拆开了放进自己的嘴巴里。 阿离, 你去帮我背车, 我要回魏家一下。 温宁, 你去把别庄的大公子请过来。 阿离出去了, 温宁却站在原地。 夫人, 大, 大公子, 这会儿回京了吗? 她时常外出经商, 好像很少在庄子里呢。 魏英抬手, 就敲了敲她的头。 你糊涂了, 这几日可是年节, 自然回来了。 带回来后, 领到东里小株外的花园小亭里, 让大公子先自己赏赏花, 把我帮她寻的那支玉帅拿给她。 快去。 魏英说完就往外走, 温宁也跟上了。 薛阳被留下来, 竟然不知道做什么好。 前几日, 她在魏英桌子上看到了一幅画像, 好像还挺好看, 干脆做面具好了, 刚好带了一些材料。 她关上了门, 进了魏英给她准备的小阁间里。 岂有此理, 那皇帝老而若也参与了, 我魏家第一个反了。 魏将军只有魏英这么一个独子, 从小就宠得不得了。 一听魏英被算计她一掌拍在桌子上, 竟然把那木桌子直接震裂了, 吓了坐在魏英身边的魏夫人一大跳。 你激动什么? 县县这不是还在查吗? 她赶紧让人上来收拾东西, 魏英稳稳地坐在那边喝茶吃点心。 爹爹不用动气, 那个金子勋成不了什么气候。 皇帝收回兵权自然高兴, 但有没有设计陷害我夫君尚不明朗。 我慢慢查就是了, 只是我还想给她送一份大礼, 可能需要母亲帮我。 是什么大礼啊? 魏夫人遣开了收拾好东西的人, 赶紧又坐回魏英身边, 魏将军也亲过身体去。 魏英塞了好几个小点心, 在家里一点都不注意形象。 是这样的, 魏英送孟瑶一股琴, 看起来古朴又雅致。 孟瑶喜欢的左看右看, 又想谈又有些舍不得。 她轻轻地拨弄了几下后, 就把她抱起来, 小心地放到柜子里去。 不一会儿, 又拿出来瞧了又瞧, 然后又收回去。 正当她第三次把琴拿出来的时候, 她听到了屋外传来的悠扬的销声。 是谁在吹销啊? 孟瑶问, 魏英特别给她安排的侍从温平, 马上回答她。 是我们大公子呢? 他是将军唯一的兄长, 也是这京城世家的第一公子。 孟公子要不要去看看? 孟瑶往窗外瞧了瞧, 隔着院子怎么看得见花园里的景致。 所以, 在温平的怂恿下, 她还是起了肾。 瞧, 那便是我们大公子。 孟瑶寻着声音望向园中小婷, 一名男子身段挺拔地吹奏着手中的乐器, 眉眼间和蓝望鸡极为相似, 却有完全不同的洒脱气质。 陪她一路从边境回来的蓝望鸡温和体贴, 昨夜在夫人那边又让她看到灵动大气的一面, 但都比不上这位吹箫公子给她的感觉, 自然又放松。 她定在那边观望, 直到蓝溪尘转了一下玉箫, 对着一旁的温明笑。 阿县真是有心了。 蓝望鸡那一摔, 让她在草丛边睡了半日, 醒过来已是天明。 还好下了雪, 地上不硬, 地方偏僻也没人发现她。 她那白马小苹果跟随了她很久, 没有跑远, 乖乖地在一旁等候她。 坐起来时, 她碰到了草丛上的积雪, 淋了满头, 冻得打了一下哆嗦。 呼! 又拖延了半日, 也不知道阿县怎么样。 她搓了搓手, 又在雪地里跳了跳, 掏出干粮舔了几口。 这便是她这一天的能量了。 继续出发, 小苹果。 她翻身上了马, 又是奔波起来。 魏英是在家中用过晚膳才回来的。 下了马车, 抬头看兰府年节, 新挂上的灯笼和春联。 魏英的脸, 终于是显出了一点疲倦与低落, 不过只是一闪而过。 温宁, 事情办得怎么样? 回夫人, 都按您说的做了。 大公子很喜欢您送的礼物。 老先生说, 好久没见将军了, 让将军过去一趟。 魏英捏了捏鼻梁, 点了点头。 知道了。 进屋子的时候, 阿历帮魏英解了披风, 抖去了上面落的一点雪。 魏英正想吩咐他给自己准备沐浴的事物, 就想起来昨晚让孟瑶过来的事。 叫个人去请一下孟公子。 阿历, 你帮我按一按。 是。 阿历去吩咐了外面伺候的人, 又端进来一盆热水。 夫人先洗个脸, 一会儿我给你泡舒缓的香汤。 魏英对着阿历笑, 拉了拉他的手。 他派出去找蓝忘机的人还没有消息, 他的心又沉了几分下去。 别看他每日都稳妥冷静的样子, 其实蓝忘机没有回来的日子, 每天对他来说都是煎熬。 阿历帮他按着肩膀手臂, 忍不住发问起来。 对了夫人, 为什么要特意把大公子请过来啊? 您又没跟他见上面。 礼物的话, 直接让温宁送过去不就得了。 魏英歪了歪头看外面, 外面的小雪还没有停, 孟瑶应该快到了。 你说孟公子是什么样的人? 嗯, 孟公子看起来挺聪明的, 不过又很骄傲的样子。 虽然他对夫人很恭敬, 但我总觉得, 他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卫英, 卫英微微勾了勾嘴角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孟瑶来了。 夫人回来了。 嗯, 坐。 孟瑶应该先前来找过自己, 不然不会这么说。 魏英让阿黎去泡茶 就看向了孟瑶 我会找个机会让孟公子见到皇上 在太后受淡那一日 魏英没有半句客套 直接就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孟瑶赶紧跪在她跟前 多谢夫人 只是 只是你要先准备一个足够醒目 让皇上看得到你的节目 还有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入得了宫的身份 毕竟你是要让皇帝承认你 那就不能太寒酸 更不能来历不明 魏英居高临下地看着孟瑶 孟瑶被她的气势所振 第一次发现一个歌 也可以如此有魄力和能耐 而不是像母亲教她的那般歌 就要依靠天前 取悦天前 她一直有自己留着皇室血脉的傲气 却没有和这份傲气相配的能力 这个人 让她觉得自己可以成功夺回自己的身份 这个人也让她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 她浮在地上表示自己听从魏英安排 魏英却把她浮起来 这样的大理使不得 孟公子以后可会是大富大贵之人 阿里泡好茶送过来时 魏英已经跟孟瑶说完了自己的计划 并且眉眼间有些飘忽了 我乏了 有事改日在意 阿里机灵马上过来掺她 沐浴的香汤已经好了 我扶夫人过去 魏英点了点头 孟瑶意思地喝了几口就赶紧退下了 又是不见蓝湛的一天 魏英泡在阿里准备的汤匙间 放松了一下自己紧绷的身体 眼睛闭上时 一滴眼泪落下来 阿线好香 这样的阿线 我只想自己闻得到 嗯 魏英回忆着往日的温存 蓝忘机每次都让自己腿软到下不了床 然后她才很得意地把自己抱过来抱过去 仿佛还是件了不起的事 她一直不愿意太早要孩子 可现在又有些后悔 倘若 不可能不可能 魏英抱住自己得头摇得厉害 她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完完整整地回来 泪又落下来了 跌进水中 见起水花 没想到只是一幅画而已 你也可以做得如此逼真 我交代的孟公子的面具可做了 做了做了 薛扬这几日 得到魏英的材料支持 又有专用的制作小隔间 那可真是欢喜得不行 做好了东西 就过来跟魏英炫耀 魏英笑笑 让她自己先试 像是很像 就是这身高 阿里你是 啊 阿里不情不愿地站过来 魏英环顾了一下身边的人 还真就她最合身 于是便让她全套装扮了起来 很好 救你了 她拍了拍阿里的肩膀 表示很满意 阿里却皱眉了 夫人 那声音呢 还有 为什么要办孟公子啊 真的孟公子不是在府里吗 哎 你不懂 听我安排就是了 至于声音 薛扬有办法 她今天得去看看蓝老先生 所以也没时间跟阿里解释更多 只让阿里先自去观察一下孟公子的各种神态 阿里虽不有所抗拒 不过还是听她的话去执行了 蓝启仁原是太子太富 后来太子长大了 便辞官自己开了一个私塾 他向来不图名利 又不喜欢吵闹 所以便和蓝西辰一起住在蓝家的别庄讨清静 主要望线新婚那会儿太闹 魏英本来就是很能折腾的主 而蓝忘机更是什么都顺着她 蓝启仁雅正 魏迅又是一辈子不曾娶过亲的 看那凉小的 整天腻腻歪歪的 她就有些承受不住 魏英并没有假扮成蓝忘机去看她 而是亲自过去 实话实说了这几天的事 蓝启仁皱了许久的眉头 才慢慢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我去试探一下太子那边的口风 照你所说 忘机之前给你寄过信 这个月底才会到 嗯 我信她 魏英抿了抿嘴 其实心中还是有缺了那么一点点底 但是在蓝启仁面前 却不愿显露 蓝 启仁比他想象的淡定 给他递了一杯茶 便没有再太多追问了 又过了约八九日 敬王金子勋果然上门拜访了 魏英故意把梦瑶支去来卫家 却是让阿黎扮作梦瑶的样子来 夫人今日怎么不在啊 金子勋贪得无厌 摸到了梦瑶的小手 还惦记着魏英 魏英眼神安慰了一下 被碰到了小手的阿黎 表情故作尴尬地回答金子勋 岳父岳母大人念得紧 今日一早就过去卫家了 过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只是岳父大人 每每都会一起过来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魏英知道金子勋最怕卫将军 一听卫将军可能过来 金子勋果然连美人都不香了 放下了半杯茶就起了身 那我还是改日再来 魏英自然不会留他 他看阿黎冲出去洗手 有点从心里过意不去 不过阿黎脱了他那身装扮后 却是笑嘻嘻地跑回来 薛阳想得周到 连手套都准备了 他说啊 上面还放了痒痒粉 那今晚 晚上回去 摸哪痒啊 还有这么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魏英服了服额 不过也没多在意 跟着阿黎一起笑了笑 就灌了几口桌子上的 就走回去 他也要去把自己的装扮卸下来了 可是刚一进门 他忽然就感觉到了脖子上的冰凉 某种让他心跳加速的气息 喷在他的脖子上 你是谁 为什么这身装扮 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冰气有点重 略带沙哑的声音 他也熟悉 魏英落下泪来 竟是说不出话来 快说 不然 蓝湛 魏英直接转过去 抱住了他 蓝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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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遍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 把他抱得紧紧 即便是顶着自己的脸 穿着自己的衣服 蓝忘机 现在闻着他的味道 还是清楚地明白过来 魏英 魏英粗鲁地扯下了面具 蓝忘机 终于看到了朝思暮想的这张脸 他浅浅地凑近过去 眼里是万千的思念与爱意 魏英捧起他的脸 就脸就亲 亲吻落在蓝忘机的眉心 眼尾 鼻尖 嘴角 就像一场绵延不绝的雨 而随着魏英的亲吻一起下来的 还有那控制不住的眼泪 是的 他坚强了那么久 在全身筑起最强的堡垒 终于可以崩塌下来了 蓝忘机丢下箭时 魏英的腿已经盘到了他的腰上来 他又轻了许多 蓝忘机颠着他 凭着记忆把他往床榻边抱 月光下 魏英的脖子上有一道深色的痕迹 血腥的味道 让蓝忘机的心沉了下来 阿线 你受伤了 没事 一点都不痛 魏英抽出空来回答他 不管不顾 方才蓝忘机听到他的那声蓝战手 虽是松开了 箭却是没有丢 魏英毫无顾忌地转过去 就被割上了 如今渗出了血来 蓝忘机放心不下 欲去点了灯查看 却又被他亲吻住 像个八爪鱼一般 扒得紧紧 一会儿功夫 蓝忘机已经是被撩得七荤八素 晕头转向 阿线 我四个月多月 不曾洗过澡了 可是 还是这么好闻 魏英在他井间深深地吸了一气 又是在同一个地方印下了一个吻 你什么时候都是最干净 最好闻的 他眼睛亮亮的 讲话的口气更是带上一丝娇俏撒娇 蓝忘机管不了其他 也不纠结自己脏不脏了 他把他倾放到了床上 自己没站稳 也被魏英猛地勾了下去 阿线 蓝湛 魏英动手 勾住蓝忘机的腰带 扯开了来扔了出去 蓝忘机也呼吸加重起来 夫人 阿里过来给魏英准备沐浴 便看见了屋内没有点灯门也没关紧 他推门一看 门口还吊了一把剑 吓得他赶紧喊出来 蓝忘机和魏英更是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床杖放下来 魏英想起身 却被蓝忘机压了回去 我去看看 他在他额角落了一个吻 理了理衣服走出床杖 出了内阁 何事 阿里站在原地 看到有人终于是拍了拍心口平静了下来 只是 夫人 您怎么还没卸了装扮啊 还有 您今天是穿这件衣服吗 蓝忘机皱了皱眉头 这会儿才记起方才魏英的样子 他还不知道缘由 也不想与阿里对话太久 忽略了阿里的问题 就直接打发阿里去 把浴汤准备好 还有 去把府里最好的商药拿过来 夫人受伤了 夫人受伤了 阿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还是马上先去取了药 并让温宁和他一起准备热水 蓝忘机悬身回去 打开床杖便看见了一丝不挂的魏英 蓝湛魏英故意拉长的声音 和一个又一个朝蓝忘机抛过来的如丝魅眼 让蓝忘机的心脏都抖了三抖 他每日都在想它 如今真人就在眼前 还用尽全身解数勾着自己 蓝忘机早就要忍不住了 他咽了咽口水 怕魏英冷 赶紧拉起一旁的被子 把魏英包起来 却被魏英圈柱头勾进帐中 蓝湛你怎么不亲我 魏英可爱的小嘴嘟过来 蓝忘机快速地 就在他的唇上啄了一下 阿县 先等等 你的伤 我的伤没事 你舔舔就好了 他又把自己的景象伸了过来 软软绵绵的 就是要赖在蓝忘机身上 蓝忘机的心都要化开了 只能落在他伤口附近 轻轻地吻了吻 其实从刚才起 小忘机便已经醒了 而且是十分精神 蓝忘机紧抱住魏英的同时 努力挪开位置 先不去碰到魏英 却一把被魏英抓了个正着 啊 阿县 蓝忘机皱了皱眉 魏英忽然就垂下眸 伤心起来 所以 蓝湛都不想爱现现 都已经这样了 还要忍着 他委屈巴巴嘟着嘴 可爱到不行 如果还能忍下去 蓝忘机大概就不能好了 蓝忘机一下咬住了他的唇 猛烈地亲上去 江 将军 夫人 水 水好了 又冷了 温宁已经在这站了有一会儿了 他原以为魏英出了什么事 可是一听又在听 直到全都听完了他才确定了 是将军回来了 阿历让他拿过来的药也还在手中 蓝忘机探出头来的时候 他就呆若目击地看向他 两个人都极为尴尬 魏英等了半晌 见两人都不说话才开了口 再去烧一些吧 一会儿可能还会要天 不过别又没敲门就进来了 哦 是 我 我刚才是敲过门的 温宁又想解释 又不敢继续解释了 转身就要走 却又被蓝忘机叫了回来 把药留下 让任何人都不要进院子来 一个时辰后再过来 哦 是是是 他又转过来 给蓝忘机递了药 非也是地跑了出去 后来又跑回来关上了门 蓝忘机本是要重新回去 可看温宁那冒冒失失的模样 就多了个心走出去 把门关了个紧 从内里锁起来 虽说魏英不介意自己四个多月没洗澡 但蓝忘机 自己却不想让身上的脏污沾染到魏英 他把药瓶先搁置于一旁 就进了浴桶中 微凉的水让刚进入的他 微微地抽了一口气 不过倒也适应得很快 他迅速地搓洗身体 不想让魏英久等 可那急不可耐的魏英 还是从床杖中钻出来了 啊我也要一起洗 他抬起脚就要伸进冷水中 却被蓝忘机捧住了脚 蓝忘机可不想让自己的宝贝 大冷天的泡里凉水里来 他本也洗得飞快 如今也已经洗得差不多干净了 见魏英如此迫不及待蓝忘机 也不准备让这小妖精继续等了 他捧着魏英的脚 转一下手掌 就抓住魏英的脚踝 把他拉进自己的身体 然后自己一大步就跨出了玉桶 把魏英抱起来 好兵 魏英微抖了一下 但依然把自己的身体和蓝忘机贴得紧紧 仿佛肌肤相贴 才有蓝忘机已经回来的真实感 蓝忘机心中软绵绵的 赶紧抱着他 钻进被窝中亲吻起来 就这么着急 他居高临下地看魏英 眼中满是宠溺 魏英却看见了 顺着他耳后滑至他喉结的一滴水 眼睛扑扑扑扑地吻上去 忽如其来的动作让蓝忘机心颤不已 方才被冷水浇消下去的火 更是熊熊地燃烧起来 这一切让他确定了 他的蓝湛是真的回来了 他的蓝湛是真真切切地在爱自己 小傻瓜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蓝忘机即使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也知道魏英的辛苦和付出 他心疼地亲吻着他被捆起来的双手 瞇着眼睛的魏英就像一只勾人的小狐狸 让蓝忘机想把命都给他 久旱后的甘霖总是让人欲罢不能 温宁算好了时间过来 却发现门还锁得紧紧的 贴到门上去听 里面的声音好像比之前听到的还要激烈 他不敢敲门又不敢就这样离开 生怕错了吩咐 于是就又在外面听了一夜 直到天光威名 蓝忘机才开了一小凤门 发现了他 嗨 嗨嗨 蓝忘机的声音 惊醒了不小心瞌睡过去的温明 可以换水了 因为之前蓝忘机洗过了 天水变成了换水 温明一个机灵站起来 是 我马上就去 他跑得飞快 蓝忘机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我的小甜豆 蓝忘机 俯着卫英额前的湿发 在他脸上落了几个吻 这会儿的卫英已经睡过去了 身上慢慢都是被疼爱过的痕迹 蓝忘机在他身边 放了几个小暖袋防他冷着 自己则用小木盆中的温水 帮他擦拭和清洁 想起自己折腾了卫英一整夜 蓝忘机头皮发麻了一下 他是有多欲求不满啊 才能把人欧弄晕过去 不过这个小妖精也是 一刻也不放过他 好像想把他榨干一般 他又凑过去亲吻他 换了一盆水 继续帮他弄干净 不然一会不舒服 又要跟我闹别扭了 我的小坏蛋 蓝忘机极致体贴 温宁过来换水 隔着屏风 耳朵脖子脸已经爆红了 现在将军回来了 夫人又要好几天都不用下床了 将军在家和将军不在家的夫人 简直就是两个人 他悄悄咪咪的换水 悄咪咪的关门 蓝忘机开始帮卫英处理伤口起来 他又忍不住偷偷滴下去亲他了 好像眼前的人 他永远亲不够 阿黎是从温宁处知道的 是真的将军回来了 他回想起 昨夜自己吓了一跳时 看到的那把剑 还有蓝忘机身上 参风露宿后的粗糙衣服 笑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换好水 我过去送衣服 将军夫人恩爱 应该没这么早起来 我晚一些再过去 他去把魏英几件精致的衣服 全部找出来 这几年 魏英每年给蓝忘机订做的 几件新衣服也取了出来 将军回来了 夫人也愿意穿艳丽的衣服了 看了下时辰还早 他想起蓝忘机昨晚回来后 便直接与魏英关在了房中一整日 那定是什么都还没吃 赶紧去小厨房 也忙活了好一阵子 魏英胡闹后 习惯吃的一些青粥小食 将军大人辛苦后的 增强体力的肉类和米食面食 阿里想着 魏英接下来高兴了 他就高兴得不行 孟瑶两次过来 给魏英请安 都被阿里挡了回去 一次是昨晚从卫士回来 还有一次就是今天早晨 孟瑶有些奇怪 不过阿里是魏英最贴身的人 他也便没有去追问什么 而是安安分分地回去了 他在花园中散步 又看到了从别庄过来的蓝西辰 魏英醒得晚 蓝忘机就躺在他身边等着他 阿里送了几叠甜肚子的点心来 他就随便先吃了几个小包子 竖了口继续待在魏英身边等 小猪 见魏英睫毛动了动 蓝忘机戳了戳他的脸颊 魏英还真的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恩刚醒来时候 带点雅易的小奶音 真是让蓝忘机心痒痒 他凑过去啃了魏英脸颊一口 就好像刚才吃包子那般大口 小包子 他还咽了咽口水擦了擦嘴 魏英的眼睛就更睁开了一点 恩他换了个姿势 歪过头看蓝忘机 蓝忘机就把头埋到他颈窝里去 香香 亲 魏英嘟起了嘴 蓝忘机也嘟了嘴 对准了印下去 嘻嘻 这回魏英的眼睛有睁开九成了 还勾起嘴角调皮的笑 蓝忘机便换着姿势把他各种抱紧 然后手伸进去揉在了他的肚皮上 饿了没 我的小花花 魏英的眼睛全亮起来了 恩 他的手圈住了蓝忘机的脖子 被重重地亲了一大口后 挂在蓝忘机脖子上 被抱起来 还好早晨帮你把衣服穿好了 这会儿可冷了 起来得再穿件袄子 我抱你去吃早膳 恩 魏英还懒懒的 蓝忘机帮他擦了把脸 就帮他套上了阿里准备过来的小夹袄 又穿上了一件外袍 裹得胖嘟嘟 软乎乎的 暖暖的早午膳 两个人吃得腻腻歪歪 魏英边享受着蓝忘机的亲手头卫边 把这一个多月来发生的事情 告诉蓝忘机 孟公子现在拜我爹为义父 算是我的义兄 他是聪明人 若能站在我们这一边 那定是好事 我怕此层关系不够稳妥 所以还安排了兄长过来与他相遇 若他二人能对得上眼 那他就真真正正成为我们蓝家人了 皇帝早先就是个风流人物 他母亲念着他 可皇帝二十几年了也不曾寻过他 如今宫中嫔妃众多 也不清楚还记不记得这人 承认不承认他 也好在他是个儿 得以相认的机会还是比较大 若是上前 如今在争事的金子勋 第一个出来算计他生死 我想啊 魏英一脸神秘的凑到蓝忘鸡耳边密谋 蓝忘鸡勾了勾嘴角 宠溺的给他塞了一个甜味小点心 魏英眨巴眨巴 眼睛又舔了舔蓝忘鸡拿点心的手指尖 这个点心我上次也吃过了 怎么没有你喂的好吃 果然是你的手指香 勾人的话张口就来 蓝忘鸡也不跟他分开做了 直接把他抱到了自己膝上 我整个人都被你吃过了 你可知道我哪里最香 魏英笑蓝忘鸡也笑 刚听阿黎说 兄长来了呢 等你吃完了这口 我们去院子里见见兄长 嗯 魏英抓起蓝忘鸡的手就啃 然后被蓝忘鸡捧起脸来亲 魏英和蓝忘鸡来到花园中 便看见孟瑶和蓝西辰 已经一同坐在了小亭子里 两个人相谈甚欢的样子 让魏英把蓝忘鸡 拉到了一旁的树丛后面 等等 我们先瞧瞧 魏英看着梁亭方向 蓝忘鸡就看着魏英方向 蓝西辰与孟瑶都喜欢音律 魏英送的蕭和琴 更是让两个人弹到了一起去 魏英欲让孟瑶在万寿节 那日展露头角 孟瑶在准备琴曲演奏 蓝西辰便细心地给他建议与指点 魏英勾了勾嘴角开心 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中 蓝忘鸡的唇却猝不及防地 印在了他的嘴角上 嗯 魏英被蓝忘鸡青懒了一下 已靠近蓝忘鸡怀中 蓝忘鸡笑 我的好阿仙那个角度 看到好看 真是一点事业心都没有 魏英眼神 称怪了蓝忘鸡一眼 就被蓝忘鸡抱起来 既然兄长在忙 那我们也再去忙一会儿 一会儿再让温宁传话 魏英无语 但已经被抱起来了 便也圈上了蓝忘鸡的脖子 在他脸颊轻轻了一下 任他抱着往回走 我们换身衣服 先去别院 晚上再回魏府用晚膳 叔父和我家爹爹母亲 可都还在担心着你呢 魏英晃着脚丫子 蓝忘鸡宠溺的点头微笑 阿黎刚好经过花园 便瞧见二人分不开的样子 心想 分别三年 将军与夫人越发年龄了 不过也是 将军与夫人成婚一年 便分开了三年 如今刚见面 可不得难舍难分 他自假装没看见的 躲到假山后 却碰见了躲在假山夹缝中的薛阳 你躲在这边做什么 阿黎瞪薛阳 薛阳脸红的笑得可疑 想要溜 又被阿黎拉回来 居然在这边偷看 我要抓你去见夫人 薛阳赶紧拱手求饶 不是的姐姐 我是 我是偷看大公子身边的那位公子 孟公子 不是不是 是另外那个 另外 阿黎顺着薛阳手指的的方向看 梁亭里还真的坐着另外一个白衣公子 蒙着眼睛安静温雅的模样 他这个方向看的时候 刚好被假山挡住 而方才蓝望鸡和卫英看的方向 应该是被柱子还有蓝西尘挡住了 那是谁啊 妙月阁的阁主 我蓝陵第一寝室 薛阳看着那人的眼神带光 阿黎敲了敲他的脑袋 还是把他拉走了 小心沉动了动耳朵 头似乎往假山方向转了一下 温潮在潭州狱上的景仪他们 得知将军无事便安下心来 他取出信歌给卫英送信 心想着也许将军会比鸽子到的还早 但还是顺便说了自己在路上看见的一些情况 灵州大雪 多地封山 太子金子轩自请出来灾区赈灾 帮助解救安抚灾民 中途却受到了刺杀 刚好被回城的温潮景一一行所救 温潮又放飞了第二只鸽子 卫英听到咕咕的鸽子叫声的时候 是在又一天的早晨 蓝旺鸡这几日还不用去上朝 每晚都不放过他 这会儿他眼皮还有点重 蓝旺鸡也还搂着他 那鸽子已经在灼窗台了 蓝湛坏东西 嗯 卫英摇了摇蓝旺鸡 发现摇不动 以为他还睡着 哪知道蓝旺鸡一下子 测过身去偷袭他 卫英他用力地拍了拍蓝旺鸡 才让他抬头看见了 那差点被吓到又飞走的鸽子 鸽子 嗯 蓝旺鸡坏笑地低下身来 亲了亲他 走过去取了鸽子脚上的信 是温潮 要不要夫君编 编给献献念信啊 蓝旺鸡转回来 卫英瞪了他一眼 不过话虽那么说 蓝旺鸡道不至于那么没分寸 他看过信 就便把他夹在了一旁 洗干净的手 才又窝回去 鸽子归巢了 二哥哥也回巢了 献宝的小窝窝最是温暖 快再开开门 啊 你坏死了 蓝旺鸡喜欢得紧 一边 一边跟他说 温潮得所见所闻 难 难怪我上次没遇到太子 原 原来是这样 宝贝 宝贝 蓝旺鸡轻蹭卫英 吻他吻他 卫英累得动不了 缓了好一会儿 忽然起来咬了蓝旺鸡一大口 狗夫君 他嘟着小嘴乃胸乃胸的样子 蓝旺鸡笑着捏他的脸 咦 谁才是小狗 还咬我 他把卫英小心抱进了浴桶里 每天早上换热水进来 已经是温宁的固定差事了 温宁表示 隔着屏风和内阁房门将军和夫人的眉修眉扫 他已经见惯不惯了 陛下 太子殿下在林州遇刺 不过 在我们要出手相助的时候 先被一伙江湖人打扮的人就吓了 江湖人是 是 身手都不错 但打扮得都十分低调 可查出是什么人要刺杀太子 是 是晋王 皇帝金光扇暗了暗眼睛 揉皱了手中的纸 上元节这一日 皇帝携宫卷妖文五百官 也携家眷入玉花园赏灯赏月 共度佳节 孟瑶以为家义子的身份 随卫英的母亲一同进了宫 而卫英也第一次以将军夫人的身份 随兰望姬一起进了宫 他之前很不喜欢宫中聚会之事 所以一般是不出席的 魏将军不会为难他 兰望姬更是不会逼他 所以每次都有人帮他找借口不去 可这一次是他自己要一同前往 兰望姬自然也什么都硬着他 只是筹谋的小心忽略了魏英自身的魅力 终究少算了医者 这一日 为了让孟瑶被皇帝注意到 魏英可没少在孟瑶身上花心思 而且 魏将军为了配合魏英的计划 也比其他大臣更早地带孟瑶来到玉花园 禀陛下 那是魏将军的义子 是个哥儿 倒是个可人儿 只是这位老头可不是那么实相的人 听闻他还有个独子也是个儿 嫁给蓝将军了 是 在四年前 朕怎么没见过 听闻是体弱多病 所以比较少参加这些家眷的聚会 皇帝眯着眼睛看孟瑶 很有把他纳入后宫的想法 他自年少就风流 宫中家里众多不说 宫外更是风流债不少 像孟瑶母亲就是其中一个 而同时他也是喜新厌旧之流 新鲜几日玩过变旺 如同对待孟瑶母亲一般 魏英其实就是猜中了这一点 想让皇帝与金子勋之间出现更大的嫌隙 最后又谁都得不到孟瑶 因为孟瑶是皇帝的私生子 只是他忽略了难得出席皇室聚会的自己 刚入园时 孟瑶确实受到了不少关注 金子勋也过来与孟瑶搭话 可魏英一出现 不止金子勋 连本来一直打孟瑶主义的皇帝的心思 也完全被兰望姬身边的小夫人给勾走了 这便是兰将军的小夫人 真果真是名艳动人 让人一不开眼 就连后宫美人无数的震 皇帝的眼睛都看直了 不少第一次见魏英的人 更是都投来惊艳的眼神 魏英的心脏 一紧感觉到了气氛的拖出计划 蓝湛 他不能露窃 却还是悄悄地拉了拉蓝望姬的衣袖 那小动作的娇羞 不是魏英所故意 却莫名地更让人垂涎 真 美人啊 皇帝咽了口水 金子勋刚想碰孟瑶的手也放下了 而孟瑶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真正的蓝望姬 为什么蓝将军也和平时不太一样了呢 他并不知道魏英原本的计划 只是听从他的安排入宫露面 确定自己身份 不过聪明如他 还是感受到了皇帝和晋王金子勋 对自己的不纯眼神 而现在 他们全都看向将军夫人了 孟瑶那份一直都在的 因自己血脉而起的高傲 忽然第一次动摇起来 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和兄弟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也就算了 将军夫人可是重臣的内卷 他们真可以用那样直白的眼神吗 魏英给自己暗示过皇帝的风流 他如今才真真感受到他的意思 开始怀疑母亲所说的深情相许 蓝将军果然厌服不浅 之前子勋还提过小夫人 没想到被将军节族先登了 若是正早一些 看见小夫人 金光善知道蓝望姬是假的 所以他看魏英的眼神越发没了掩饰 直到蓝望姬把人护到了身后去 他都还露出一丝玩味来 多谢陛下夸赞 家内之貌乃微臣岳父岳母之功劳 微臣得家内也是陛下当年之成全 臣在此再次多谢陛下赐婚之恩 蓝望姬本是听魏英交代 故意低调收敛 不过这会儿自己夫人都被觊觎了 自然就忍不下去了 他不好直接冲撞皇帝 干脆搬出了自家岳父岳母来 皇帝本来还想着他是假的 连兵权都迫不及带拱手了 一个小夫人让他这么战了 简直就是便宜他了 自然要奉献出来 却没想他会把魏将军搬出来 不过场面而已 皇帝眼神微妙地在蓝望姬脸上身上漂了漂 又漂到魏英身上去 他这样说也没错 魏将军在这边总是不能明目张胆的 一会儿聚会结束了 皇帝看了一眼金子勋 金子勋也心跳了一大下 没想到父皇连这个都要跟自己抢 他看向了蓝望姬 看向了魏英 最后只好把眼神落到了孟瑶身上去 乱了 乱了 全乱了 不过乱了又怎样 魏英看了看皇帝和金子勋可笑的表现 也不遮掩躲避什么了 他不慌不忙的 从蓝望姬身后往前一步走 对着皇帝浮了浮身 也没说话 只是笑了笑 就让好色的皇帝差点口水要流出来 多谢陛下夸赞 多谢陛下和皇后娘娘赏赐这上缘赏油 魏英大大方方的带上蓝望姬补上了给皇帝的剑礼 然后便轻轻的把蓝望姬往前轻轻的推了推 夫君与陛下和其他大人说的事我也听不懂 我就和义兄字去赏灯了 一会儿再见 他又朝皇帝看了一眼 竟然还故意眨了眨无辜的双眼 然后就拉着孟瑶往一边去了 走到无人处时 魏英小声地与孟瑶交谈 义兄如今看见陛下了 那人便是当年的太子你的生父 孟瑶脸上复杂说不出话来 魏英也不着急让他回应什么 看着孟瑶的反正他倒是觉得计划乱了也未必就失败了 我那日派人去稍稍探查了一番 晋王如今二十有三比义兄大一岁 太子殿下二十有二与义兄一般大 所以一直心中疑惑 若是孟夫人当时是太子殿下的唯一一位相好 怎么会有三个如此年纪相近的儿子 而且听闻宫中与义兄年纪相仿的歌公主也还有几个 想来 想来我母亲只是她众多风流中的一个 却为了她守了一辈子 孟瑶第一次露出憎恨和痛苦的表情 魏英以下握住了她的手 所以 义兄更应该拿回自己应有的 可不要因为这样就放弃了 她带着孟瑶认识一些自己相识之人 孟瑶心中越发把她当成自己唯一的恩人和亲人了 蓝忘机被金子勋请到一旁去看香扑 她虽虽厌恶金子勋嘴脸 不过如魏英所说 她现在把自己当成苏舍很容易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 或者显露出不应有的野心 当时魏英扮作蓝忘机审苏舍 苏舍什么都不说 就让魏英更觉得事情的不简单 金子勋那么容易露出马脚 就让魏英更怀疑苏舍所隐瞒之时指向皇帝 她审了苏舍两日 苏舍还是不说魏英就直接把她给处理了 她不说就算了 蓝家可不浪费饭菜 更何况她还害自己自己夫君生死未卜 那么确定蓝忘机回不来 肯定还做了什么陷害的事 魏英可不是优柔寡断之人 而蓝忘机回来跟她说了陷阱 也印证了她的猜测 还好她的亲亲夫君吉人自有天相 魏英这几日可没少夸蓝忘机勇猛 蓝忘机看着相扑 思绪就又跑回自家夫人身上去了 她望了一圈和金子勋一起把目光落在了远处的魏英身上 在蓝氏待得颇为享受啊 左拥右抱的 之前还说让我见魏英 结果次次都找借口 金子勋不满 想着最近金子勋出去赈灾没回来 她被皇帝指派了一堆没什么用的杂事 更是没机会去蓝家 蓝忘机想着自己还未回来时 魏英面对的事如此之多如此之难就心疼她 剑王府上的侍妾可不少 怎么那么多美人还满足不了殿下 倒是一门心思想着别人家有福的个儿 蓝忘机看向金子勋 见他震惊与愤怒地看向自己 你 你 如果不是我 你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若是我 金子勋压低了声音 朝蓝忘机皱念 蓝忘机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 谋害朝廷命官可是大罪 即便是晋王殿下 他在等着更大的鱼 可不在乎金子勋这一条到处蹦跋的砸碎 果然 这个上缘上缘 比他想象的还有意思 皇帝派了人来请他过去偏殿议事 而魏英的这边也收到了传话 将军夫人 皇后娘娘让您往偏殿去一趟 皇后 皇后传唤自己做什么 魏英看了看身边的梦瑶 把他拉着一起走 我想皇后娘娘也不介意多见一个人 他们顺着指引来到西偏殿 没看到皇后娘娘 倒是看到了眼神毫不遮掩的皇帝 陛下金安 魏英反应极快 也没露出慌张之态 带着孟瑶就很自然地行了箭里 皇帝则是目光在二人间转了一圈 最后视线停在魏英身上 皇后忽然有失不能来 朕刚好也关怀关怀小夫人 还有这位魏将军的义子 她不怀好意地笑 让孟瑶脸色越发难看 不过魏英却瞟了一眼开着的门 和外面来来去去的侍者知道还有后续 小夫人成婚四年 独守三年 为了蓝将军如此真是辛苦了呀 不知蓝将军回来以后 有没有跟小夫人生分了 毕竟这一去三年 皇帝话中有话 让魏英眼睛亮起来 回陛下 将军此次回来 确实大有不同了 初征时十七岁年轻气盛 如今倒是更沉稳下来了 哦看来夫人和将军感情还是颇好啊 分离这么久 夫人可会认错了 若是这将军是假的 夫人可还如此念着将军 皇帝的意思呼之欲出 魏英确认了 皇帝果然知道假蓝战之事 陛下说笑 将军怎么会有假 魏英虽愚钝 自家夫君还是认得出来的 金光善色咪咪地笑 真的最好 若是假的 朕就帮他抓出来正法了 然后给小夫人 一个比将军夫人更高的名分如何 魏英抬眸看着不要脸的皇帝没有说话 却是勾嘴笑起来 那陛下要不要给我兄长 也安排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名分 虽是义兄 我们却是亲如手足 孟瑶忽然被提到 紧张了一下 金光善本来也看上他了 更是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没想到小夫人比朕想得还有趣 若是能把二位美人都接进后宫 那朕自然最是开心 来人 蓝将军和晋王可带到了 皇帝忽然换了口气 说是床传蓝忘机和金子熏一事 怎么却像是要问罪 魏英不慌不忙地 拉了拉孟瑶站到侧边去 然后就看见蓝忘机和金子熏走进来 后面好几个朝廷重臣也跟了进来 包括魏英的父亲魏将军 陛下忽然说有大事要提 不知道是什么事啊 好像是蓝将军和晋王之事 蓝将军近日确实和晋王走得有点近啊 大臣们窃窃私语 不过谁听不到呢 皇帝坐在上面都能听出来 更别说站在一旁的魏英了 皇帝这是利用完晋王 要把他舍弃掉了 蓝忘机除掉了 一个本就不受宠 还曾经被怀疑过血脉的不安分皇子 他更是不会在意 皇帝看了一眼魏英 又看向了蓝忘机和金子熏 然后缓缓地开了口 蓝家满门忠臣 蓝将军更是三年在外 为朕扫清边疆之乱 蓝将军对我蓝陵边境之安宁 真是功不可没啊 想当年蓝将军的父亲也是骁勇善战 为我蓝陵打下诸多胜仗 可惜最后战死沙场 蓝启仁老先生为太子太父时 也是朕最欣赏信任之人啊 可如今 如今的蓝家 来人啊 传那两个侍卫来 两个畏畏缩缩的侍卫被带上来 卫英看了一下 是他故意留下来的那天 跟苏舍一起回蓝府的人 说 把你们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还有那封禁王的密信也呈上来 这是要把假蓝忘机揪出来啊 金子熏眼睛都瞪大了 不清楚皇帝的用意 但已经开始害怕 众臣也十分紧张和好奇起来 只有卫英一副看戏的模样 他看了一眼蓝忘机 蓝忘机也勾着嘴角看了他一眼 孟瑶越发觉得 这个蓝忘机与之前的蓝忘机一点也不一样了 回 回陛下 现在的蓝将军是假的 是晋王 晋王设计的这一切 此话一出 在场的大臣们一片哗然 这是怎么回事 蓝将军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对啊 我怎么看不出是假的呀 连孟瑶也十分震惊地看向了蓝忘机 又转回来看卫英 卫英微微勾了勾嘴角 对着他摇了摇头 表示不需要担心 而卫将军更是气定神贤地坐下来喝起了茶 蓝忘机自然也表情不多 全场最认真的好像就只有皇帝和晋王 那两个侍卫磕磕绊绊地讲了苏舍和晋王的密谋 连这个月晋王来过蓝府几次都交代了 再加上那个晋王笔记的密信更是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皇帝很满意 看了一眼卫英又对上了金子勋 人证物证据在 晋王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回 回复皇 这 我 我就是为了把蓝家的兵符收回来才 才出此下策的呀 金子勋可谓是卫英看过的最没用的人了 就这么一问 他就招了 还用兵符来说是 怕不是想早一点死 而金光扇也铁定了蓝忘机已死 竟然还打起亲情牌来 兵符 蓝将军军功浩大 兵符本就应该由蓝将军留着 收回来给我又要如何 你这是糊涂啊 金子勋听了金光扇的话 跪在殿中瑟瑟发抖 明明他领宿舍去交兵符的时候 皇帝开心得不得了 还给自己加了封号 怎么如今顺变就变 不同于金子勋 蓝忘机却站得笔直 还一脸势不关己 这就让皇帝觉得有点奇怪和心虚了 毕竟听他命令的是苏舍而非金王 金王才是那个被利用的 从始至中他都是皇帝安排好的替罪羊 皇帝看向蓝忘机 又再次看向了魏英 小夫人你看 你面前的夫君是假的 蓝爱卿 不 不对 是苏舍 作为副官 你陷害主帅 假扮主帅 还夺人妻子 你还敢如此气定神贤站在殿中 你该不会是 吓到不敢动了吧 皇帝用自己的眼神 警告着苏舍 可是 蓝忘机却笑着对皇帝拱了拱手 微臣多谢陛下 帮臣找出了伪装微臣的主谋 其实微臣前几日才回到京城 因为遭到陷害微臣 差点命丧边境障独林 所以此次回京才没敢声张 而是暗中调查 想等到合适时机 再向陛下禀报此事 不料陛下明察秋毫 却是彼臣先察出来了 陛下真乃明君 吾皇万岁万万岁 蓝忘机忽然跪地 引来其他众臣也不得不跟随 金光扇倒是高兴不起来了 差点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 你 你是说 你是真的蓝忘机 金光扇不相信 马上挥手 让人前去检查 来人 去检查他的面具 千面格的人 他果然戴在了身边 魏英继续安静地看 结果自然是蓝忘机 根本没有戴什么面具 而是真真正正的蓝忘机 皇帝的脸从得意变成了失忆 然后是心慌 因为他对上了魏将军的毫不掩饰的眼神 还有蓝忘机似笑非笑 冷淡的脸 魏英又对他笑 他却起不来色心了 只觉得背后一片发凉 陛下放财说 兵符还是由蓝将军留着好 因为当时的蓝将军是假的 兵符自然也是假的 如今兵符还在我家将军手中 不知道要不要交给陛下呢 魏英走到了蓝忘机身边去 孟瑶独自走到魏将军身后去 魏英看着金光尚灰败的样子 又补了一句 哦对了 那个假扮将军之人 因为是犯了重大军计 我便告知了西营副将 直接军阀处置了 不过 这个倒是留下来了 魏英掏出了那个假的人皮面 展示给众人 众人终于完全清楚 此番之真假将军之事了 上元赏游之宴 以晋王下狱为结束 蓝忘机恢复了兵权 还得到皇帝为表示自己 是一个爱财明君 不得不给的不少赏赐 一回家 孟瑶就跟魏英表示自己 不想认什么亲了 只希望魏英不嫌弃自己 还留自己在府中 魏英一下拉住了他的手 孟公子觉得 蓝湛的兄长怎么样 蓝是家宴 人不多 魏英 蓝湛夫夫二人 蓝启人 蓝西辰二人 魏将军 魏夫人还有孟瑶 魏英和蓝忘机 在桌子下牵着手 蓝忘机空出一只手来 为魏英 蓝起人不习惯的甲壳一声 魏将军马上开了口 我这个儿子啊 在家也是这么宠的 蓝将军一出征就是三年 真是苦了我的阿谢 不但没有半点怨言 还把蓝家的事处理得这般好 就说这一次的事 那可都是我阿谢的功劳 魏英只是笑 蓝忘机马上就给他喂上了下一口 这下蓝启人不可了 安静哑正地吃他跟前那一份 还必须回应魏将军一句 确实 确实 气氛有些微妙 孟瑶安静地吃饭 蓝西辰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把人看了个红脸 魏英马上开始了今天这顿家宴的主要目的 叔父 今日这家宴是想说说 兄长还有我一兄的孟公子的事 蓝启人吃惊了一下 看向了魏英 又转头看向了蓝西辰 然后顺着蓝西辰的视线看过去 他知道了魏英口中的孟瑶 孟瑶这些日子 在蓝府养的可是比之前滋润了许多 又因这几日想开了 不再想去认什么皇亲 当什么皇子 身上的骄傲也退了许多 变得温和起来 这么乖乖巧巧地坐在那边 还真是挺讨蓝启人喜爱 只要不像魏英这么闹就好 蓝启人想 然后对着孟瑶点了点头 孟瑶更是紧张地站起来 孟瑶再见过蓝老先生 无须多礼 无须多礼 蓝西辰目光灼灼 蓝启人就忍不住问 我这大侄子 多年行商在外 不像旺姬在朝廷有个一官半职 这商人 商人就极好 古有范离 子贡 败归皆流传百事 齐功甚为 晚辈与大公子有过几次交谈 大公子见多识广 文采斐然 却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倒是晚辈 孟瑶喜欢蓝西辰 却觉得自己一无所知 才真是配不上蓝西辰 魏英看出了这一点 马上走出来做红娘了 孟公子如今是我魏家的义子 若论家事 那是门当户对 若论才情喜好 与兄长也配得上 对吧兄长 蓝西辰点头 目光炯炯的看着孟瑶 孟瑶低头不敢看她 面上却是感动与羞涩 魏夫人一直很安静 这会儿终于也开口了 到时候 蓝家与魏家 就是亲上加亲了 阿瑶的嫁妆 我魏家可一点都不会少 魏英笑 蓝忘姬也笑 孟瑶当场对着魏将军 魏夫人跪下来 阿瑶求贯魏姓 从此只是魏家的儿子 魏英赶紧把人扶起来 这下 孟瑶完全是他魏家和蓝家的人了 蓝启仁见所有人都如此 自然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于是 一场家宴欢欢喜喜地定下了蓝西辰 与孟瑶的亲事 孟瑶更名为魏瑶 金光扇自然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 他忌讳会魏家和蓝家已久 此次不但没有弄死蓝忘姬 还让蓝忘姬又出了一次风头 名正言顺地继续拥有西营兵权 更让他心生极度的是 那名艳大气的小哥 真是整个后宫的人加起来 都没有他一个眼神勾人 他如今失了两个棋子 不过好在蓝忘姬没有抓到指向自己的证据 也没有起疑 接下来还是可以再找机会 算计蓝家和魏家的 比如那天的那个看起来柔弱无害的哥 既是魏家的 义子又是蓝忘姬的府中人 既然他们查出了宿舍 却还能留着他 就说明这个哥并不简单 至于有多不简单 来人去查一下蓝家府上那个魏家义子的底细 还有他现在在蓝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金光扇脑中闪过梦瑶的脸 莫名的有种熟悉感 不过马上又想起魏英勾人的笑脸来 小蓝夫人 正可等着你 魏英单独跟蓝忘姬待着的时候很乖 就像一只放下所有防备 收起所有利刃的小动物 他窝在蓝忘姬的怀里打呼噜 明明才睡醒一会儿被蓝忘姬抱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将军 今天该去巡营了 蓝丝追来 请蓝忘姬的时候 蓝忘姬有些舍不得起来 不过他确实有阵子没去军营了 也是该亲自去看一看整一整 他亲了亲魏英的嘴角 把她的被子也好 才小心地起了身 阿黎 夫人昨夜辛苦 你多照顾照顾她 别着急让她起来 是 蓝忘姬交代得清楚 阿黎笑着点了点头 送她出了院子 就守在卫英的房间外 卫英这一睡就睡到了过午 阿黎给她更衣的时候 一个家丁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夫人 宫里来人 说陛下要宣摇公子进宫 现在已经把姚公子带走了 蓝湛呢 卫英问 阿黎赶紧回答她 将军今早就去了营里 还没回来 哦 卫英点了点头 想皇帝是算准了蓝忘姬没在 没人阻止 而自己即使醒着 也不能在府中公然违抗圣旨 只是 她照孟瑶做什么呢 认出来她是自己的儿子 不太像 难道是 卫英讽刺地笑了笑 摇了摇头以后 到底还是担心孟瑶 赶紧洗漱好就往西营去 而蓝忘姬 却刚好被几个将领 请到天香楼去 你可觉得那位将军义子很眼熟 娘娘的意思是 她很像一个人 二小姐 皇后点了点头 陷入了沉思 看见过孟瑶以后 皇后便做了好几页的梦 都是年少时姐妹情深 和后来的争风吃醋 最后分隔两地的惋惜和后悔 她和自家妹妹分开二十年 一次面也没再见过 而她虽然因为嫡女身份 成功成了太子妃 如今又贵为皇后 但其实在皇帝心中 根本一点位置都没有 好色的皇帝 从来都是喜心厌旧 妃子每人选了一波又一波 有时候 连大臣家的妻妾她都要沾染 比如金子勋的生母岳贫园 便是吕侍郎的妾 因为进宫不足一年 便生了金子勋 所以 皇帝很快就厌倦她了 对金子勋的血脉 也一直有疑 又没有证据 因为岳贫进宫时 是吃了婢子药的 皇后之所以 现在还是努力地维持着 与皇帝的表面恩爱 不过是因为自己 还有个儿子可以判 金光善后宫虽多 但是子女却不多 而金子勋就是她最喜爱的儿子 也是当今的太子 她有点想把孟瑶叫过来问 又不知道自己的唐突 会不会破坏了她现在生活的平静 特别是想起金光善那天看她的眼神 虽然最后 众人都被兰家小夫人吸引了去 但是金光善确实是有看向孟瑶的 她那样的狗皇帝 即使是自己的亲儿子又如何 只要是她想要的 皇后思索了再三 心中的疑惑纠结 还是停不下来 还是让她来一下吧 草民魏瑶 见过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孟瑶忽然被宣进宫 都还来不及跟魏英说 这会儿还真是有点心里没底 不过她知道当今的皇帝并非善茶 所以出来时在怀里藏了自己母亲留下的信物 并且一来便以魏瑶的身份自称 以求皇帝对魏家还有一些畏惧 金光善确实因为她的改姓皱了一下眉头 不过看到孟瑶水灵的面容 还是色心占了上风 小美人快免礼 兰望姬是在天香楼二层往外看时瞧见的梦瑶 她坐在皇宫的马车里聊起帘子来往外探 表情很着急 车里面并没有魏英 兰望姬多长了一个心眼 没有继续和同僚们喝酒聊天 而是叫上了景仪下了楼 去跟夫人知会一声 我进宫瞧瞧 景仪是前几日刚回的京 这几日和司追一起跟在了兰望姬身边 司追跟着兰望姬进宫 景仪就回去找魏英 所以魏英虽然在军营没找到兰望姬 半途就遇上了来寻她的景仪 听到了兰望姬进宫了 她也便放下了心来 直接往魏府去了 兰望姬和皇后一样 赶巧地来到了御书房 这时候 孟瑶刚被金光善扶起来 皇帝动手动脚之嫌 显得十分明显 扶着孟瑶的手肘 还顺着她的手臂往上抚摸 孟瑶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心中更是又恶心又愤怒 陛下请自重 她抗拒着 却被金光善拉扯了一下一个 轻身一块玉牌掉落下来 陛下 小美人那日的打扮 难道不就是想引人注意 如今若是从了镇 那便不需要寄人篱下了 金光善并没在意那个玉牌 而是把孟瑶拉进怀里 欲去亲吻她的脸颊 这个时候 皇后不顾太监阻碍 直接走了进来 皇帝没有在意的玉牌 倒是皇后惊讶地捡起来 这玉牌 陛下不可以啊 皇后一捡起玉牌 就眼神复杂地看向了眼前的景象 然后跪在了金光善跟前 这孩子 这孩子是陛下的亲儿子啊 金光善好事被打断 没意思地松开了孟瑶 然后甩了甩袖子 才冷淡又好不吃惊地看向皇后 皇后在胡说什么 仅凭一个陈旧的玉牌子 就让朕多收一个来历不明的儿子吗 她看向了孟瑶 玉再次调戏她 可这个时候 蓝旺姬终于在皇后的后面进来了 陈蓝旺姬参见陛下 臂 陛下 蓝将军求见 大太监满头大汗 吞吞吐吐 她刚才蓝皇后没拦住 蓝蓝旺姬又是一个眼神 被吓得腿软 蓝旺姬可是配着剑 剑没出窍 就已经让她战战兢兢 金光善瞪了她一眼 看到面无表情的蓝旺姬 也不得不收了对孟瑶不安分的手 蓝将军怎么来了 振振关心一下你府上的孟公子呢 听闻她来历不明 振担心会是敌国奸细 所以 觉得还是好好盘查一番的好 蓝旺姬表情微妙 低头再次行了一下礼 又看向了地上的皇后和一旁的孟瑶 皇后娘娘这事 皇后缓缓地站起来 手捧着玉牌放在自己胸前 又看向孟瑶 陛下 臣妾不会认错的 她和臣妾的妹妹少年时 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陛下不记得了吗 金光善怎么会不记得 她甚至已经查清楚了所有真相 但她就是不想管什么真相 不过是个个儿 又不是继承人 她高抬起头 一点都不在意皇后充满悲伤思念的脸 长得像的人甚多 朕也是怀念二娘才接见她 皇后还是自己管好自己 不要来管朕的闲事 若不是子萱颇和朕义 你以为你还能继续当这个皇后 真是一场大戏 蓝旺姬看着皇后后退一步 差点瘫倒 孟瑶又赶紧上前辅助她 她默不作声 半赏终于开了口 陛下果然心思谨慎 难怪之前能那么快发现假冒微臣之事 不过这位孟公子在兰家多时 为将军与微臣也一一查证过 孟公子身家清白 不会是什么奸细 微臣此次进宫 其实是想向陛下求个赏赐 蓝旺姬极少向皇帝要过什么赏 如今这么说 金光善倒是好奇了 哦什么赏赐 蓝旺姬看了孟瑶一眼 微微地朝皇帝低头拱手 家兄多年在外经上 走南闯北 如今年纪不小了 还未娶亲 微臣想给家兄求个赐婚 依微臣所见 魏瑶公子是那假将军带回来的 确实有那么一点奸细嫌疑 放在我蓝氏和魏氏两家看管这是最好 陛下不妨把魏瑶公子赐婚于我兄长 让他也好名正言顺待在我蓝家 如此陛下也可以安心了 蓝旺姬一副求赏赐 还是为皇帝分忧的模样 让金光善十分不爽 但又好像不太好拒绝 他看了眼孟瑶 又看了一眼皇后 还是有点不情愿 此时朕还要想想 蓝将军还是 陛下真是不必多想了 微臣参见陛下 必 陛下 魏 老将军来了 又是进来一个拦不住的 金光善脸都黑了 最后还是在蓝旺姬和魏老将军的目光下 答应了赐婚 皇后不求皇帝任孟瑶这个儿子了 她拉住孟瑶的手迟迟不愿放开 直接随她来到了宫门口 蓝家是个好归宿 比回宫做皇子更为稳妥自在 陛下不认 以母认你 孟瑶一直以为皇后是害自己母亲和皇帝分开的罪魁祸首 今日方知道了母亲当年的狭隘 她落了几滴眼泪 对着皇后跪了三拜 作为对自己无知的悔过 也作为今日皇后及时解救自己的感谢 不过皇后说要让她回孟家认祖归宗她却谢绝了 既然她没有准备恢复自己的身份 那么孟家的亲也不必再认了 蓝家对自己很好 为家义父母更是 此次回京 若不是遇上魏英 那自己结局如何 她现在想都不敢想 蓝忘机与魏将军默默无语 看她自己抉择 几个人一出宫 魏英便是赢了上来 蓝忘机上前一步 魏英拉的却是孟瑶的手虚长问短 还真是让她失落了一下 转过去看自己的老丈人 哈哈哈 走 陪我去喝酒 魏老将军还是魏英去请过来的 这会儿事情了 就想把孩子们都带回家去 魏英倒是听到喝酒两个字了 转过来就关心上了 爹 阿湛喝不了酒 哈哈哈 那喝茶 你和阿瑶也来 你母亲就想着热闹点 不像蓝家那老古板 还搬家躲起来 蓝忘机笑 跟着魏老将军走 几人都上了马车 果然都往魏家的方向走了 当今圣上昏庸无道 纵欲无度 若不是前朝积攒下来的根基尚在 国家早就被她败光了 以前是我魏家守着边关 如今又蓝氏和温氏护着疆土 梦氏京中毒大 若不是皇后还处处支持的皇帝 那这金光扇可舒服不了几天 魏老将军没什么话不敢说 更别提喝了几杯酒 蓝忘机酒量不行 却也抵不过对老丈人的敬重 明明魏英交代过别喝酒 还是小饮了三杯 如今满脸通红 眼神都有点飘忽了 岳父大人说得甚是 依小续看 这皇帝早些换了比较好 那太子金子轩为皇后所出 虽有些木讷 倒是爱国爱民之人 哈哈哈哈 就你还敢说别人木讷 我看你也就在县县面前多几句话 不然就是个闷葫芦 成天板着个脸 像个小骨板 嘿嘿 蓝忘机醉得不轻 举起第四杯酒笑 县县可爱 话留着跟县县讲 如果人这一辈子话语有限 那我就都不跟其他人说话 全都留给县县 哈哈哈哈 好二婿 好婿 来 再喝一杯 魏英和梦瑶陪魏夫人逛完园子 回来就看到这一幕 蓝忘机不省人事 趴在桌子上 魏老将军拍着他的后背一个劲的夸好而续 也不知道这两人说了什么事 喝得这么欢 他一个眼神让司追锦衣架上了蓝忘机 魏夫人也赶紧让人去竹行酒汤 就这样喝醉的爷俩被分开去 魏将军被拂回了寝房休息 蓝忘机被魏英掺上了回家的马车 孟瑶想帮忙 蓝锦衣十分有眼色的 就把他请上了另外一架马车上去 姚公子 将军让夫人伺候就好 您上后边这架车 好 孟瑶自是懂事的 他朝魏英点个头 就往后边的车上去 还没完全坐进去呢 就听到蓝忘机不小的带着醉意和撒娇的声音 阿县 亲亲 阿县 我好爱你 阿县 旁人没什么反应 孟瑶倒是先脸红了 没想到 平时看着那么冷淡的将军 会对着夫人这般 撒娇 他听着将军夫人恩爱 竟是自己莫名的害羞 还有激动 将军和夫人在一起 真是好可爱 好让人心跳加速 欲罢不能 他捂着心脏抿住了嘴 脸上的笑容 不受控制的变态起来 然后就看到了一样无嘴笑的景仪和思追 哎呦不错 还有同样感觉的人 孟瑶赶紧躲进了马车 然后又听到蓝忘机呼喊魏英的声音了 阿县我明天不去早朝 我要阿县 魏英被又亲又蹭折腾的没办法 一下抱住蓝忘机这个醉汉 好了好了 不许再乱动了 都说了 不喝酒喝茶的 这下好了 又要闹一整晚了 现现 给你亲 他忽然降低了音量 柔和地嘟起来嘴来 主动亲上了蓝忘机 刚才还胡乱闹着的人安静了下来 乖乖地闭上了眼睛 任他亲吻 还乖巧地回应起他来 甜甜 蓝忘机酒量不好 体力却是非常的好 第二日 魏英长在了床上 连手都抬不起来 他躺在床上 和蓝忘机大眼瞪小眼 清醒了 满意了 恩魏英一脸怒意 蓝忘机一脸艳足 魏英瞪他 他就把头埋到魏英的肩窝里 明明是线线说的 我想怎样都可以的 我只是醉了 了没有听错 魏英想给他一拳 结果又被亲上了 蓝忘机不只是体力好 技巧也是了得 魏英想想 好像确实是自己也没拒绝 而且还有点上瘾 他闭上了眼睛 又一次默许了 蓝忘机得了便宜还卖怪 一股作气 把人从天亮又折腾到了天黑 魏英算是知道了 以前的蓝忘机 已经算是克制了 昨日的醉酒 把他的克制给解了 他看着蓝忘机 耐心地用软软的布巾 一点一点地给他擦拭 温情默默地看了他好一会儿 实在是累积 终于睡了过去 又过了几日 宫里又有人来请梦瑶进宫 不过 这一次是皇后暗中让人来带他 魏英认的那孟氏家族的标志 便让温宁跟着他一起去 皇后想把孟瑶认回孟氏 却被孟瑶拒绝了 虽然当年皇后并没有害他母亲的意思 不过当时的孟氏 到底因为敌数之分 把他母亲送到边境自生自灭 他幸运地健康长大 他的母亲却郁郁而终 孟瑶用一句姨母 感谢了皇后当日的解救之恩 但他也就只认皇后这个姨母了 他表示 魏将军夫人待他很好 魏英更是对他有恩 所以他会从魏家嫁到兰家 至于孟家 他并不熟悉 也不想把一切弄得太过复杂 他把一切告诉魏英 魏英很赞许地对他点了点头 以后就安心地嫁到兰家来 大哥虽不入仕途 日子可是过得比谁都好 有时候 我都想跟着大哥去走南闯北一番 魏英笑 孟瑶也抿嘴 不过却有人吃味了 什么跟大哥去走南闯北 阿县是嫌弃我太忙 没有时间陪你到处走了 蓝忘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一来就听到魏英最后一句话 他走过来向魏英兴师问罪 孟瑶本是害羞地笑 现在是嘴角控制不住地往上扬 魏英拍了拍蓝忘机伸过来手 又是妹妹的瞪她一眼 可不是成亲四年就让我等了三年 我还不能闲了 魏英倒是没真怪蓝忘机之意 可蓝忘机倒是真上心了 也是 那 以后 以后我不打仗了 这句听起来有点孩子气 魏英却是拉起了蓝忘机的手 什么不打仗 该保家卫国的时候 还是得去 只是 若有下次我就跟着你一起去 蓝忘机看着魏英 魏英也看着蓝忘机 两个人的眼睛 真是要把对方溺进去 蓝忘机忍忽然出现把梦瑶给拉了出去 可别跟那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太久 非被溺死不可 梦瑶笑 眼睛亮亮地看向蓝忘机忍 蓝忘机忍耳朵红了 再过一阵子 两个人的婚期变到了 虽然两个人都都对这个婚事很满意 但其实两个人从来都不曾单独接触过 就连几次花园中的交谈 也都是有旁人在场的 蓝希臣邀请孟瑶和他出去走走 孟瑶欣然就接受了 未婚夫 未婚妻这样的关系 好像也是很让人害羞 又带点期待 蓝忘机已经把魏英带去军营里 孟瑶也和蓝希臣去了别院 阿黎这几天有点奇怪 常常偷偷地跑出府去 魏英和蓝忘机回来的路上 便看见了他提这个小石盒往外走 又欢喜又羞涩的样子 嘘 我们跟去看看 魏英把蓝忘机拉到身后 蓝忘机看到他兴奋的眸子 就知道他怎么想 嗯 他紧紧地跟在他伸手 手倾握在他手臂上 一条街 两条街 三条街 阿黎来到了一处风景不错的小草地 菩萨 我给你带点心来了 太子还有个名叫菩萨 阿里见的人是当今太子 这让魏英很震惊 不过他震惊的不是太子的身份 倒是震惊阿里对他的称呼 这么看起来还真挺像的 慈眉善目 额心还有一个红点 穿上明黄色的袍子肯定还更像 蓝忘机看他那好奇又可爱的模样 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他瞄了一下周边的环境 看见一处树差不错 抱起魏英就往那树上去 嘘 魏英吓了一大跳时 蓝忘机已经带着他 稳稳地坐在那粗壮的枝干上 用手指压在了他的软唇上 这才是最佳观景处 蓝忘机抿着嘴看魏英笑 魏英嘟了嘟嘴 撑了他一眼 就弯起眼睛嘴角来了 蓝忘机被晃一眼 忍不住轻轻凑下去 亲他一口 两人正透着甜呢 金子轩仿佛有所感应一般的 往这边看过来 魏英赶紧搂着蓝忘机的头 把他往下拉 树叶挡住紧靠在一起的两人 金子轩也没再往这边了 阿里手巧做了各式各样的漂亮点心 居然还有魏英没见过的形状 魏英表示吃味了 哼 阿里都没有给我做过小兔子形状点心 居然给他做了 你看 蓝忘机顺着魏英的手指看 兔子点心已经被金子轩吃掉了耳朵 变成了一个圆点心 不过兔子点心 哪里有自家的小兔子可爱 他又是忍不住抿嘴笑 搂过魏英就蹭上他的鼻子 回去夫君给你做兔子点心 你让我亲一口 魏英明明是来偷看别人约会的 却莫名其妙 在树上被自家夫君亲了个天昏地暗的 最后 阿里和金子轩都吃完野餐 手挤手里的各自离开了 他还被蓝忘机控在怀里 腿已经是软的了 回到蓝府时 天已经暗下来了 魏英睡得香甜 蓝忘机便让阿里晚一点准备晚上过来 先把魏英抱去小气一会儿 不过没一会儿 魏英便醒了 你拉拉着蓝忘机两边脸颊生气 你是要把三年缺的都补回来吗 蓝忘机笑 又上嘴了 嗯 阿里送晚膳进来时 蓝忘机的唇刚离开魏英的鼻尖 他平时都司空见惯了 今天却是扫红了脸 动作也失了往日的平稳 魏英一下子就捕捉到了 他满眼的微妙的 对他看了又看 却是不揭穿他的 用了晚膳 魏英便闲不住了 蓝湛 我们回魏家一下 好 蓝忘机也不问为什么 帮魏英绑好披风 便牵着人出门了 怎么 阿里也被那混账皇帝看上了 魏老将军一脸吃惊 脑子里开始各种脑不起来 这次你要把他许给谁 难不成是蓝家老先生 魏英刚喝进口的茶差点喷出来 怎么可能 阿里都可以当蓝老先生的女儿了 这次没有那老皇帝的事 是他儿子的事 啊 魏老将军一脸不解 最后 魏英才把阿里和太子殿下的事说出来 这会儿魏夫人说话了 那阿里知道太子的真实身份吗 魏英摇摇头 蓝忘机帮他回应魏夫人 听他们的交谈 阿里应该是不知道的 不过 两人相处眼神与举止 确实是有情意的 魏英牵住了蓝忘机的手 嗯 我第一次看阿里那样 定是真的动心了 至于那个太子 我虽不甚熟悉 但也好似有几分真心 至少他对阿里里静 有加不像是随便玩玩之人 魏夫人点点头 魏老将军也喝了一口茶 太子倒是不错的人 听闻以前是蓝老先生所教 蓝大公子也给他放过几年半读 阿湛应该比较清楚吧 是 蓝忘机点头 魏英也放了点信 那就如阿县所说的 给阿里安排一个更尊贵一点的身份吧 虽然如今只是有着苗头 但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总是好的 我知道 阿县心疼阿里 定是不想让他受委屈的 江侍郎膝下舞女 一直想要个女儿 入籍江市倒是可以商榷 我明日就去江侍郎家坐上一坐 魏英起身就给自己老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 魏老将军直接乐开了怀 魏英却叹气了 哎 阿里可是陪在我身边最久的 你呀 又不能永远让阿里陪着你 蓝忘机笑 还有我呢 魏英嘟着小嘴巴 又回到蓝忘机身边来 天色不早 两个人也该归家了 魏夫人笑得眼睛眯眯的 阿里遇上你这样的主子啊 是他的福气 说好的兔子点心 魏英忘了 蓝忘机却不曾忘 回到家中 魏英与蓝忘机 没羞没臊的泡了一回澡 蓝忘机便神秘兮兮的起身了 我去给献宝宝 准备小兔子点心 嗯 魏英有点好奇 不过蓝忘机却没给他提示便出去了 只是过了不久一会儿 房间的门便被打开了 一身白衣 带着一对毛绒耳朵的蓝忘机跳进来 最后到底是谁吃谁不知道 反正魏英被喂得很饱 天大亮了 蓝忘机熟练的帮他擦着身子 他抬脚就踢过去 不过这一脚没什么力气 还被蓝忘机抓住了脚踝 抬起来亲了一口脚底 魏英真是恼怒 嘴巴嘟得可以挂篮子 那红红的眼尾真是诱人到不行 再乱动 小心小兔子又忍不住了 蓝忘机拉着他的脚凑近过去 魏英又捶了他一拳 不过自然也是打在棉花上那种 昨晚的小兔子点心好不好吃 特别不特别 蓝忘机一手抓脚 一手抓手凑得更近了 他的鼻息是魏英最喜欢的味道 魏英忍不住脸都扫红了 你这只坏兔子 蓝忘机又亲了他一口 把自己昨夜的毛绒耳朵 带到魏英头上去 其实宝宝更像只小兔子 如果这边再加个尾巴 恩魏英已经完全被控在蓝忘机怀里了 这一声没忍住的闷哼 又打开了兔子点心的开关 不过这一次换他变成点心了 蓝忘机大概是真要把三年的空缺都补回来 带到这一回的点心也被包上满满的线 正午的太阳都已经往前走机密了 魏英泡在浴桶里才反应过来 今日你又请假了 今日不是 皇帝休朝 这几日都不用去 皇帝怎么就休朝了 魏英拍开蓝忘机的手 蓝忘机又搭到他肩上去 听说是病了 那祸害一千年的皇帝会生病 魏英泡得差不多了 蓝忘机把人扶起来 听说是哪里收了个姚贵人 然后很快又生成贵贫 这没几天又给生了飞味 姚家的人仗着那姚妃得宠之事 在京城里胡作非为就得罪了孟家 皇后和孟家终于是抓住把柄出手了吧 皇后也是狠人 说变就变 魏英认她帮自己擦干包起又抱起来 蓝忘机也是很享受这些福利 带到两个人都整理完 天又更迟了 阿黎送来午膳 魏英开始旁敲侧击起她来 最后 阿黎才把太子的事透露出来 原来 太子是隋景仪他们回来的 当时大家都是乔装回来的 她去给大家送过吃食 便食的了 她并不知道太子的真实身份 只觉得以她的言行举止 应是高贵之人 魏英看了她好一会儿 缓缓地开口问 那阿黎想嫁给她吗 啊 这个问题太过直接 阿黎吓了一跳 马上跪在了魏英脚边 阿黎不敢想 阿黎只是觉得 那位公子喜欢阿黎做的点心 还会跟阿黎说一些游历之事 就 就 就忍不住偷偷去见她了 魏英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 阿黎更慌了 阿黎 阿黎 阿黎不敢了 只要夫人说不行 阿黎以后再也不见她了 阿黎定是不会做让夫人名誉受损的事 阿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魏英赶紧把她拉起来 瞧你说的 我就是想知道而已 我怎么会不让你见喜欢的人 我 你喜欢她的对吧 你还给她做小兔子点心 阿黎瞪大了眼睛 魏英才知道自己说漏嘴了 细细 阿黎的事 我做主 但是你要把你的心意全部告诉我 阿黎全都不隐瞒了 不过她不知道太子的真实身份 自然心里很没底 只怕自己配不上人家 魏英拍了拍她的肩膀 就不说话了 只让她安心地等着 还有 我也想要兔子点心 阿黎笑 不要说兔子点心了 什么点心夫人想吃 我都给你做 蓝锡尘与孟瑶的喜事将近 阿黎也被僵尸认了 女儿接去小住 魏英和蓝忘姬日日秘里调油 魏英不觉得有些松散下来 这一天 蓝忘姬有事去了军营 魏英只带了一个温宁在身边 便出来街上晃悠 闹事里人极其多 有人卖桂花糖藕 魏英便让温宁去给她排队买 自己则是坐在了买豆浆的小棚里 这时 一个可爱的小童 跑到了她跟前来 哥哥 那边一个叔叔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她头上戴着蓝色的抹额 蓝色的抹额 这是蓝氏特有的装饰 虽然其他人也是可以佩戴 不过蓝家 在京城威望名望都很大 所以 京城人一般是不去赚款的 魏英第一反应便是蓝家人 不过为何她不自己送过来 或者来见自己呢 她心有疑惑 不过却是只迟疑了一瞬而已 大概是等得无聊 又或是周围的环境 让她比较放心 她打开了那一信封 一股奇怪的味道冲鼻而来 细碎的粉末扬到了她的脸上 魏英立刻发现自己中了算计 然而已经是为时已晚 她强撑着身体站起来 预患远处的温宁 却脚下一软倒了下去 将军 夫人不见了 温宁找了整个闹市 不见魏英的身影 冲去军营 蓝旺姬却已经归了家 带到她回家 告诉了蓝旺姬 天已经暗下来了 蓝旺姬的眉头紧锁起来 忽然想起来 今日被请去军营中 所处理的事情的蹊跷 撕追 带上所有蓝氏家钉 往城西居民区去找 温宁 你去一趟魏家 请岳父大人马上进宫 阿里 阿 景怡 你去江市请江市帮助 让江大公子带了狗来 蓝旺姬抿了抿嘴 皱着的眉头始终没有解开 自己起身往孟瑶的小院处走去 她向来警惕 功夫也非常人能敌 我担心她是受了算计 蓝旺姬向孟瑶拱了拱手 孟瑶立刻起身往宫中去找皇后 从魏英失踪到现在 已经过了半日 蓝家所有人都被叫出去找人 蓝旺姬心中隐隐有所怀疑 如今一直对魏英有所觊觎的人 便是那宫中的圣上 还有那已经被贬为庶人的金子勋 不过金子勋没什么手段了 皇帝便是那最可疑的人 皇帝没有再找蓝家麻烦她 本就觉得奇怪 后来听闻皇帝心宠了一个姚氏 还与皇后生了嫌隙 她才以为那色胚皇帝转移了心思 没有太过去注意宫中动向 万万没想到 如今又出了这样的事 蓝旺姬简直是心中有悔 自己换上了夜行衣便火速地往皇城放向去 不过在半途中却遇上了赶来帮忙的江城 蓝将军 小爱认得阿县的味道 你再让他确认一下 会更有方向 于是蓝旺姬取下了昨夜还绑过魏英的蓝色抹额 愣是让江城紧张的脸出现了一起裂痕和红韵 好了 我们还是先跟着他找吧 蓝旺姬注意到了 江城也穿了夜行的衣服 魏英醒在一个有点破旧的民宅里 呛人的灰尘让他咳了好几声 又马上把嘴捂起来 在这个破旧脏屋的民宅里 格格不入地站着两个人 一个蓝家人的打扮 一个虽穿着便服 但明显就是皇帝 怎么找了一处这般不堪的地方 这种事自然要到别院里去 回复黄话 蓝家的人警惕性太高了 仅一会时间便到处找人 而且魏家和江家也都出洞了 儿臣这边连城门都出不去 只好选了此处 虽是脏乱了些 却是偏僻不起眼之处 而且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儿臣看他们好几拨人都出了城去 他们定不会想到 蓝家的二夫人就在他京城角落处 嗯 也是如此 不过 朕何时需要如此憋屈 宠幸一个小小的将军夫人 居然还要如此偷偷摸摸 忍受这样的地方 那蓝家魏家简直欺人太甚 让朕这皇帝当的 金光扇咬牙切齿 魏英偷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瞇着眼睛假装还未醒 他疑惑起那个蓝氏装扮又自称而臣的人 孟瑶 不可能 是金子勋 他又用了之前的方法伪装成了蓝氏弟子 被贬为庶民后 金子勋没有真的离开京城 而是又偷偷地藏起来为金光扇扮烟扎事 这两个父子还真是比亲生的还配当父子 魏英不觉得怀疑孟瑶和金子勋是不是金光扇所处 不过 他也没时间去八卦这些深宫之事 只脑袋飞快地转起来该如何对付这二人 要笑魏果 他全身还软绵无力 纵使他的身手不凡 身藏不露也无法同时摆脱这两个人 所以他需要等待其中一人出去的时机 金光扇明显不想在此处对他做什么隐理之事 倒是金子勋投过来了十分不堪的目光 魏英控制着对他的恶心 想起方才可能就是这个人把自己带来此处就全身心的不舒服 父皇不想在此处 而晨明日再寻个好一些的去处 今日时间已晚 父皇离宫太久 会不会金子勋点头哈腰 口气奉承 却又带着一点让人不难觉察的迫不及待 金光扇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魏英 并走进前去 美人是真美 只可惜 他又看了一眼金子勋的伪装面具 忽然灵光一闪的样子 喜悦起来 把你那装扮给美人套上 朕要直接带他回宫 魏英眼球猛地动起来 全身都充满了抗拒 这是什么可怕的事 让他戴金子勋戴过的面具 哦 他忍不了 睁开眼睛 暴怒地看着两个人 美人醒了 金光扇面带惊喜 金子勋却有点不想魏英就这样被带走 他看了一眼魏英 咽了咽口水 父皇还是等一日再带走他比较好 而且 现在满街上都是兰家和魏家的人 他说的没有错 魏英表示同意 他可不想被套面具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金光扇 恨不得自己现在有力气 上前把两个人暴揍一顿 不过 金光扇却还在犹豫 他们还敢拦阵的马车不成 可兰家和魏家 可若被拦住了 皇帝陛下做的烟渣事 可是谁都知道了 兰家和魏家 可不是陛下奈何得了的 魏英故意积金光扇 金光扇的脸色 从看美人醒过来的喜悦 变成阴暗起来 哼 连美人都看出真的窝囊来了 还真是如此 一个兰家 一个魏家 还有那该死的孟家 全都功高盖主 家世显赫 一个个都不把 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朕每日 除了宠幸美人 国事哪里是朕说的算 今日 朕就什么都不管了 朕要在这烟渣之处 就要了你这个 蓝家魏家的宝贝 让他蓝家人和魏家人 都痛苦万分 却没有朕的办法 难道他们还能反了不成 金光扇已经明显被激怒了 他扯开了魏英的外袍 而魏英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得逞的笑 因为金子勋已经皱着眉不甘心的往外退去了 金子勋不甘心的退出去眼上门以后 屋中只剩下无力的魏英还有怒气为消金光扇 大概是因为不爽与怨恨 金光扇带着发泄一般的撕扯魏英的衣服 然而这道春寒的天气魏英裹得严严实实的 外袍倒是不难脱去 里面的衣服就不同了 一件叠一件的穿着 布料还都别的柔韧厚实 金光扇扯去了魏英最外面的袍子后 里面那件便怎么也扯不动了 这让他的怒气直莫名地往上生疼 他不扯了 转把手伸向魏英的腰带 然而这腰带竟也怎么也解不开 那奇怪的绑法 让金光扇说不出来的头疼 他拉扯了几下 那袋子竟是直接变成了死结 金光扇暴怒起来 明明天气很冷 他的额头上却冒出了细汗来 魏英眼巴巴得看着他扯衣服 场面陷入了一种尴尬 魏,蓝忘机 你拽着小爱做什么 他要走的是那个方向 不对,应该是这个方向 蓝忘机有点固执地往一处偏僻地向弄走 江城小跑地跟上他 你的鼻子还能比狗铃吗 小爱明明要带另外一条路 汪汪汪 小爱变得比刚才还要激动的样子 蓝忘机也更快步地往巷子里穿 难道真是你说的这个方向 江城有点不解 但只能跟着蓝忘机走 他们离魏英的所在越来越近 蓝忘机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但江城莫名地感觉到一股冷气 仿佛要冻伤周围所有的人一般地冷 他不敢再打扰蓝忘机了 只看着他磨正地搜寻着卫英的踪迹 小爱好像也认可了蓝忘机所选的路线 笃定地往前跑起来 天色渐暗 金子勋被换进来送油灯 怎么灯这么暗 朕需要匕首 金光扇咬牙切齿 而卫英已经算计好了接下来的行动 他一直在等待着自己能再恢复一点力气 而现在他觉得足够了 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暗器是蓝忘机送给他的 一直藏在他的口中 这个暗器可以杀人于无形 若是平时方圆吉里以外他都可以让人当场毙命 只是现在他全身无力无法远程攻击 但是离得近点在选个合适的攻击处 即使无力让金光扇当场死也能让他痛到无法继续伤害自己 他看着金子勋再次出去找匕首 忽然就对着金光扇笑起来 陛下不知 我腰上和身上的衣袋子都是我夫君所记 他就喜欢用一些军营里奇怪的帮法 说起来让人羞涩 要不陛下凑过来一点 让臣告诉陛下怎么解 金光扇本气急败坏 这会儿又有点将信将疑 他缓缓地凑上前去 此时 院外似乎传来犬吠 只见 魏英对着金光扇的耳朵就是一吹 啊 一声惨叫 滑破了昏暗的黄昏 而乌门也在这时被推开来 魏英 蓝战 蓝旺姬满眼的怒气和心疼 而魏英 则是奋力推开了金光扇 奔向蓝旺姬 只是 他方才那一者已经差不多用尽了全力 紧跨出 两步他便身子一软 往前倒下去 蓝旺姬紧张地来到了他身边 把他接近怀中 阿县 他紧拥住他 如同一个刚刚受了惊的人 阿县 阿县 明明身处险境的人是魏英 全身无力的人是魏英 蓝旺姬到更像那个惊吓需要安抚的人 魏英感受着他抱紧自己的身躯在发抖 声音也那么委屈 抬手就轻轻地回抱住他 我没事 江城和小爱也跟了进来 蓝旺姬 魏无限 毕 陛下 江城是见过皇帝的人 所以他冲进来后 看到蓝旺姬与魏英拥抱的样子 没有什么稀奇 但是看到捂着流血耳朵的金光扇 倒是震惊地愣在了原地 而跟在他身后进来的蓝江两家家丁 也纷纷地站住了 蓝旺姬被魏英轻轻亲吻了一下 回神过来 他的脸从方才的极度害怕委屈 转成了另外一个可怕的面孔来 蓝 蓝旺姬 你 你要干什么 朕可是皇 啊 江城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对金光扇拔出了佩剑 另外一声惨叫 撕裂了整个夜空 金光扇被蓝旺姬当场挑去了命根子 鲜血直流地在地上打滚 江城和在场的众人皆是震惊万分 呆若目击 连取好匕首折返回来的金子勋 都定在原地 忘记了逃跑 魏英被蓝旺姬还在身侧 表情有点复杂地躲进蓝旺姬的怀里去 蓝旺姬的脸已经恢复了温柔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亲了亲他的前额 来人 他又换回了平静冷淡的模样 此人假扮皇帝陛下 居心叵测 其罪当诸 立刻押送顺天府处置 众人震惊依旧 但露出也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 江城和江家家丁还在原地 蓝家家丁已经上前抓捕金光扇 胡 胡言乱语 震 震 啊 嗯 金光扇还欲挣扎 江城忽然上前一个手刀 就把他打晕了 江家家丁抓住了玉桃的金子勋 魏英是被蓝旺姬抱回府的 他身上的力量早就慢慢恢复了 不过蓝旺姬不愿放手 他也便任他抱着 金光扇与金子勋 均被押回了蓝家 关进了密室地牢中 而送往顺天府那边的人 则交给了薛阳想办法 江城被迫上了贼船 第二日早朝 江侍郎上朝时 莫名地被皇帝赐了座 理由竟是什么 平时教育儿子太辛苦 需要多些一些 卫老将军与蓝旺姬接告了假 因为卫英昨晚回来后 忽然身体不适 呕吐不止 经梦瑶宫中请来的太医一瞧 原来是小将军在卫英肚子里揣着了 蓝卫两家可谓是大欢喜 卫英本就是两家人的宝贝疙瘩 这会儿更是宝贝小心得不得了了 卫老将军本就不太需要去管什么事 蓝旺姬直接请了一整年的假 表示吴大师不上朝 江城表示 我又不是真皇帝 我说的不算 你们说的算 等过几天 我也装个病把皇位传给太子 那我就是皇帝的大舅子了 没有人去寻找真皇帝的踪迹 早就被贬为庶人的金子勋更是无人问津 两个月后 宫中忽然传出皇帝驾崩的消息 金子轩毫无悬念地登基为帝 娶阿黎为皇后 江城果然成了皇帝的大舅子 而蓝卫两家因着孟瑶和阿黎的关系 也成了皇亲国妻 过午 卫英从美梦中缓缓地醒过来 被蓝旺姬亲了一大口 然后就饶有兴致地欣赏起蓝旺姬细心地帮她穿衣绑带起来 夫君怎么这么喜欢绑带子 只要是阿线身上的带子都要我来绑 也只能我来解 其实蓝旺姬绑着带子忽然凑近过来 下了卫英腰间一软 靠上蓝旺姬 嗯 蓝旺姬亲了她的嘴笑 其实 我更喜欢绑阿线 她解下了抹额 绑在了卫英的双手手腕上 脸上坏坏 又有点得意地露出一点笑意来 其实早上太依赖看过了 说宝宝腹中的小包子 月份已经大了 偶尔福福亲近亲近也是很好的 我本来还想再等几日 现在 蓝旺姬解开了刚绑好的卫英的衣袋 卫英一把勾住了她 快来 现也等久了 现也等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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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